小伙子,我现在给你下跪了,你的电瓶车是我偷的,我不小心在家充电的时候给爆炸了,我们全家都躺在了医院,现在需要你这个电瓶车的发票,你能给我救救我们全家吗? 真是笑话,我把发票给你,然后把锅丢给我,让我尝命是吧? 当梁白开发现电动车电瓶丢了的时候,整个人是猛的,梁白开凭借着残存的敬业精神请了半天假,接着静止冲向了物业办公室,吵着闹着要求调监控 调什么监控?话说回来,最近小区有好多丢电瓶的,我们在群里说了也在车棚里贴了,要业主们当心,要业主们当心,说一万次了,你没注意吗? 梁白开被气笑了,我注意什么,你们物业不作为不说,要么报警抓贼,要么强化提升监控能力 贴个条就想杜绝小偷偷电瓶吗?还把责任都推到业主身上,你的意思是我得把车,啊不,把电瓶扛回五楼,锁进保险柜才可以吗? 那女人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等在喉咙里指着电脑 你去看你的,别跟我说话 哼,你们一天到晚拿着鸡毛当令箭,平时就想着怎么刁难我们,找你们有事的时候都找不到人 一到收各种费用的时候就都冒出来了 什么园林护理费,小区清洁费,快递制纳费,非业主进门停车费 现在找你们办点事情,就推三阻四的 我的电动车电瓶竟然仅用了一个午休的时间就不翼而飞了 这可是大白天,你们物业是干什么吃的? 物业幸灾乐祸 这摄像头可真会拍,愣是没拍到你的车 梁白开气的直哆嗦,调查无果 只是一个小小电瓶,连一千都不到 根本不能立案,派出所又不管 梁白开只能咽下这份无奈 低价卖掉了空壳电动车 开始骑共享单车上班了 又省钱又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当然,我也不能白被偷 我在朋友圈大骂偷电瓶的小偷 足足连续发了三天 就在我以为这事儿完了之后 一个月后的早晨,我正准备去上班 提前出门准备四处找辆小车骑过去 刚出单元门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拦住了 看到这里的兄弟姐妹们,我有预感 从你刷到这个视频开始 你今天就要发财了 留下一句八方来财 你在这个春天必定财运满满 福气连连 梁白开皱眉看向他 您有事吗 他神色有些疲惫 眼眶也通红 咬咬牙 当着大家的面扑通一声跪下了 阿姨,你怎么了 可他接下来声泪俱下的表演 却让梁白开傻眼了 他痛哭流涕 边哭边含糊不清地说 小伙子,是阿姨对不起你 阿姨,阿姨是住你隔壁楼的 平时靠收废品为生 那天从你们单元楼捡完垃圾下来 鬼迷心窍拿着你的电瓶回家准备自己用 可就是这么一用 没过几天 在家里充电的时候 你的电瓶因为质量问题突然爆炸了 把我儿子和我老伴都炸成了重伤 梁白开费了好大劲才听清 感情你就是要讹我 阿姨找你不是让你负责的 是想让你把当时买电动车的发票给我 毕竟这是你的电瓶的问题是吧 你看啊,阿姨找厂家,找厂家 这事儿是阿姨错了 你也是受害者 阿姨怎么能找到你头上呢 他不断地在你的电瓶几个字落下重音 弄得梁白开心里总有种怪怪的感觉 梁白开看着他的样子有些心软 刚准备同意却看到附近来围观的邻居有认识梁白开的 隐隐冲梁白开摇了摇头 梁白开静下心来仔细想想 也是,车丢就丢了 要是把这事揽下 万一他让我以后包揽什么钱 负责之类的那我可就麻烦大了 顿时梁白开拒绝道 阿姨,你认错人了 我没电动车 我上下班骑的都是共享单车 听梁白开这么一说 他也呆了 他目瞪口呆地说道 你,你竟然 梁白开没理会他 静止走了 到了公司梁白开 就将今天的事情告诉了发小 让他出出意见 傻呀 你还真想给他发票 让他找厂家去啊 还是赶紧谢谢那个冲你摇头的大哥吧 你要是答应了给他发票 那你才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越听越是毛骨悚然 原来这阿姨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善良 这件事归根到底是他自己的错误行为引发的爆炸 跟人家厂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一旦他拿到发票 除了能证明这个电瓶是我的 别的什么都证明不了 也就是说 他拿发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安在我头上 好光明正大的起诉我 让我赔钱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总得有人承担后果吧 果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听完发小的推断 我气不打一处来 小偷竟然还能这么堂而皇之地试图陷害 我知道的是他偷了我的东西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杀了他全家呢 本来以为被梁白开拒绝后他会放弃 可第二天在相同的时间地点 他还是守株待兔跪在那里 小伙子 你就发发善心 可怜可怜我吧 我儿子是个脑贪 丈夫又是环卫工 家里就靠我捡垃圾挣钱了 现在他俩都住院了 住院费我根本交不起啊 马上医院就要给他们停止治疗 拈出去了 他哭哭啼啼地喊着 吸引了一大帮围观群众 有不少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还对梁白开指指点点的 是啊 小伙子 得饶人处且饶人 他都认错了 你就把发票给他吧 话不能这么说 你要是心疼小偷的话 自己东西丢一个试试哈 要我说啊 他这就是报应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 大妈的脸色轻轻红红不断变化 这时人堆里有个女生传来 哟 这不是杨大妈吗 怎么自己楼道里的快递不够你偷的 现在开始改行偷人家电瓶了 大妈一改刚才窘迫的神色 顿时从地上跳了起来 我看看是哪个小婊子血口喷人 你妈没教过你要尊老爱幼吗 还有你这个臭男人 如果再不给我发票 我就报警了 我要让警察来制裁你这个 没有同情心猪狗不如的东西 好啊 来就来吧 我活了这么大 还从来没见过贼喊捉贼的呢 没一会警察来了 两个人来的时候 杨大妈站累了 正在地上坐着呢 梁白开也学着她的样子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警察拧着眉头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梁白开还没开口 老太太抢先开口 警察同志 你可得给我们这些 捡垃圾的老太太做主啊 这男的欺负我 欺负到家里面去了 他也太不是个东西了 行 恶人先到告状呗 没事 阿姨你说怎么了 我们不会偏向任何一个坏人 他抄抄气气的道 老婆子我不容易啊 年近七十股息 还得天天剪纸壳子挣钱 我儿子是个脑贪 老公又没本事 他哭哭啼啼的 说了半天都没落到事情上 反而止不住的卖惨 警察看他的神色也变了 所以你出什么事了 老太婆说道 前些天我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 电瓶突然炸了 把他俩炸成了重伤 我来找这个小伙子要发票 可他却不肯给我 你说他肯定跟那些无良商家 是一条心 对不对 警察猛了 被他的话搞得云里雾里的 等等你什么意思啊 你家电瓶车在家里充电爆炸了 跟他有什么关系 人群里传来道声音 我看这老太太给人家电瓶偷了 现在出事了 反而还找人家 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杨大妈瞪了人群一眼 顿时不说话了 老警察大概这种事件多了 看梁白开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 你说说怎么回事 梁白开坦然面对 我的车确实丢了 我查过监控 也找过到现在都没有证据 也没找到小偷 他说是这么说 偷的是我的电瓶 有什么证据吗 电瓶上写我名字了吗 否则我很有理由怀疑 他是因为付不起钱想要讹我 而找上了我这么个冤大头 杨阿姨 附近丢车的人这么多 你怎么就非要冤枉我呢 杨大妈震惊地看着梁白开 说不出一句话 最终在警察好说宰说的调节下 梁白开不用对这件事负责 他也暂时放弃了问梁白开 索要发票的想法 这事儿是完了 谁曾想警察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竟一把拦住了人家 他憋仗着脸 吞吞吐吐地开口 你们不让我问他要钱 我同意了 那我家的钱怎么办 我可没钱给他们看病 你们打的标语不是人民警察 为人民吗 别光说不做 我们也是人命 还是需要帮助的人民 既然这样 你们警察就号召大家 一起给我捐款吧 否则你就是帮助恶势力打击老百姓 我是要举报你们的 小警察愣住了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无理取闹的人 老警察耐心地劝谏 同志 你不能这样 群众刚才也说了 你很有嫌疑 偷了人家的电瓶 人家一旦找到证据 是能告你的 再说入户充电 我们多次强调 过了不可取 不可取 你这完全是自讨苦吃 就由自取啊 杨大妈急了 警察想走 他不让 你跟我奶奶差不多大 不会跟你动手 但你也不能以老卖老吧 赶紧让开 否则我算你袭警了 我不管 你们今天要是不股动社区和派出所 给我家捐款治病 你们就都别想走了 警察不吭气 但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了辣椒水 冲着他大声喝斥 我让你松手 你知道袭警的后果吗 你再推散我一下试试 我有权利依据法律 向你喷洒辣椒水 老太太虽然愚蠢 但也害怕这种皮肉之苦 他果断地让了路 两个警察离开了 我看着他 心里笑开了花 这场仗他败了 败得非常彻底 不仅坐实了他小偷的名声 更败露了他妄图让我承担医药费的妄想 群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警察走后 大家看着站在C位的老太太 谢怯思语 我们小区怎么还有这种人了 你说这是什么事了 没见过这么倒霉的 车被偷了 小偷自己遭报应了 还找受害者 大神 你有这时间撒泼耍剑 还是赶紧水滴筹去吧 给你自己也长个教训 下次手脚干净点 做人别太杨大妈 兴许是梁白开的眼神太露骨 连他都看出了梁白开眼里的幸灾乐祸 在人人喊打的C位 杨大妈恶狠狠地盯着梁白开 乐吧 我看你能乐到什么时候 电瓶是祸害 那你就是个灾星 我拿了你的电瓶 真是我的报应 我们走着瞧 说完 他就一拳一拐地离开了 你这个死老太婆 心也太坏了吧 你为什么把垃圾扔我门口 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哼 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扔的 这明明就是有人做了坏事 得到的报应 杨老太 你这就是报复我 是不是我不肯给你讹我的机会 你就想出了这种因招损招 你这老太太也是有意思 家里人都住院了 你竟然还有闲心跑出来对付我 你不要血口喷人 是你自己不会做人才遭了报应 可别赖我头上 于是梁白开偷偷安了可是门铃 把杨老太在门口做的每一个举动都拍了下来 公然发到了群里 还爱特了物业 有个医院的护士马上找到梁白开 我说他家那两口子怎么好久没人来管了 原来这老太太把矛头转向了你啊 姐姐怎么说 他们一家没钱看病 医院催款 老太太索性就不去了 把她的残疾儿子和老公扔在了医院 医院虽然停止治疗了 但人毕竟没咽气 也不能当着大家的面给他俩直接扔出去 只能让他们站着床位苟延残喘地活着 这下老太太更放心了 我上次在医院看到她还是五天前 五天了 真不知道那俩重症患者能不能饿死 从那以后 每次杨老太再往梁白开家门口扔垃圾 吐谈什么的 梁白开直接报警 一来二去 警察成了调节梁白开和杨老太矛盾的常客 在最后一次出警时 警察叹了口气劝梁白开 这些小矛盾就不要报警了 你自己能解决的话 不如自己试试 经过这么一闹 再加上警察半劝导半威胁的话 杨老太总算不跟我家的门做对了 但他又开始恢复了之前 手脚不干净的样子 偷我外卖的正好被我看见 你怎么偷别人外卖 手脚这么不干净吗 上次的事还没长得教训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你的 写你名字了吗 这是我给我老公和儿子点的粥 这么大年纪了 嘴上没个把门的 你会点外卖吗 知道点开什么颜色的软件吗 知道怎么选店 怎么付款吗 要证据是吧 你低头看看上面的小票 名字和手机尾号是不是我的 再说你老公和你儿子命也够苦的 两个人喝一份粥 真是穷得揭不开锅了 就直接去外面要饭吧 老太太板着脸准备走 我不听你胡说八道 这就是我的饭 我不管你再瞎说 你再瞎说 我就撕烂你的嘴 说完老太婆直接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 我误了 原来人家早就换了赛道 从偷电瓶变成了偷外卖 为了报复她 我想了个奇招 我又定了份外卖 这次我在饭店外就拦住了外卖员 她点了确认送达 好奇地问我 哥 你都自己来拿了 还叫啥外卖啊 不 你不懂 梁白开去最近的中药店 买了一斤八豆 过了几天 老太太带着警察 来到梁白开家门口 老太太指着梁白开的鼻子 大放厥词 就是她 她跟我有仇 就是她在她的外卖里 给我投毒 我才拉肚子的 我不仅拉肚子 还嘴疼 肚子疼 警察同志 我打听过了 她这种行为犯的可是投毒罪啊 这还是我身体硬朗才没事 这是我吃了 这要是别人吃了 指不定会发生啥呢 警察说道 你说清楚 要不真按投毒算了 年纪轻轻地干点啥不好 梁白开顿时摆出了一副无辜的表情 我是真无辜啊 警官 说起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放在我家门口的外卖 会被这个不同楼的老太太拿走呢 如果是拿错的话 不会分不清自己家楼和别人家楼吧 而且您听听她刚才说的话 能不能给我解释下 什么叫我在我的外卖里给她投毒呀 警察一愣 说着梁白开打开了外卖软件 这是我那会的订单 既然杨大妈说是她点地 拿手机订单给我们看看 我 我没手机 围观的邻居顿时笑疯了 这年头没手机 居然能点外卖 难道是在梦里点的吗 她咬咬牙 是 我承认我是饿的不行 没办法才偷了你的饭 但这就是你给我下毒的理由嘛 你知道吗 我肚子要疼死了 拉了三天 整整三天啊 要不是去诊所输了夜 你都见不到我了 梁白开假装担心道 您没事吧 哎 说起来这个也都是我不好 我已经便秘好久了 没办法才让我爸给我买了点歇药 掺在粥里一起喝的 至于为什么在外面 我就是想晾凉了 有错吗 这件事后我们的生活平静了很多 这天梁白开出门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女孩 我来是替我妈给你道歉的 你妈 她点点头 物业都跟我说了 我从医院才回来 就来你家了 是我妈做错事了 她还敢一直来跟您闹事 真是不好意思 你说那个养老太是你妈 可她不是说她只有一个脑瘫儿子吗 女孩叹了口气 给梁白开讲起了她的事 我确实是养老太生的 那个脑瘫哥哥也是我妈生的 只不过我妈有个极差的毛病 重男情女 我小时候受尽了委屈和折磨 无处诉说 好不容易长到15岁 就离家出走 出去打工了 我住去这么多年 家里从来没找过我 最近找我 还是因为家里出事了 我回来以后才知道 我哥因为20多岁的时候 受了刺激 又被骗婚 又被骗钱 就连唯一的儿子都是替别人养的 一时想不开气成了傻子 女孩想了想 我哥的病准确来说不是脑瘫 肖智障 他苦笑了声 本来我已经离家出走了这么多年 家里的事我一概不想管 可是我妈竟然不知道 从哪找到了她的工作单位和地址 直接闹了过去 在下面大肆拉起了横幅 说我是个不孝子孙 见爸爸和哥哥有难就躲了出去 我嘴也笨 百般解释下 公司都不相信 没办法 我只能辞职 在我妈的威逼下去了医院 给两个人交钱 说着说着 他留下了两行青泪 你知道吗 我妈说了一句话 让我记一辈子 他说 无论我跑到哪儿 他都是我妈 凭借血缘关系 他也能缠着我一辈子 他就像条不断锁紧身子的蛇 死死地贴着我 汲取我的所有 妹子 你放心 你会有自己的一片出路的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从生下来以后 你就有你自己的人生 你不再是谁的附属品 梁白开借了电视上 看到的一句话送给他 你生来就是高杀而非溪流 你 你仰望群边什么来着 女孩破地微笑 我生来就是高杀而非溪流 我渔于群峰之巅 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 我站在为人之间 藐视卑微的懦夫 梁白开黑黑一笑 你真厉害 上过大学了吧 是啊 我工作以后自考的 现在是名博士 博士啊 真牛 还有你妈不是个东西 但你是个好姑娘 也不容易 就这样吧 你真是个好人 可别 我这就被发好人卡了 等我爸和哥哥出院回来 我们就准备搬走了 这里的房子也是租的 因为我妈的人品问题 每天都有不同的人 因为不同的事去投诉我 物业也没办法 只能通知房东 房东当下拍板决定 不再把房子租给我们了 否则就是浪费了他的屋子 我想回老家去 我们是郊东村子里的 或许之后回去 我妈才能避免 跟邻居闹矛盾 等她真的想撒泼的时候 也能慎重一点 毕竟村里可都是一群 谁也不让谁的老太太 果然从女孩走了以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闹事的杨老太 杨大妈一家搬走后 我就没跟女孩打过交道 说实话 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 半年后 女孩就给梁白开打来电话 哥 我家里人全死了 就剩我了 说实话 听到这个消息 心下一喜的同时 是浓浓的震惊和难以置信 三条人命就这么没了 怎么回事 我妈一直没改掉 偷鸡摸狗的毛病 回了乡下也是 邻居家养了一盆 开得极好的水仙 叶子甚至都越过了墙头 搭拉在了我家门下 在我妈看来 墙头就是他们的三八线 只要过了墙头的东西 就都是自家的 不管是什么叶子 花朵的 就连太阳东升西落 过了墙头 我妈都恨不得 给对面找个套子遮起来 不让人家汲取她的阳光 可是我妈文化水平低 竟破天荒的 把水仙叶子 当成了韭菜 全给人家剪了 人家好端端的水仙花 被剪得像个大蒜板 我妈妈不停蹄 回去包了饺子 处理了案发现场 给我哥和我爸 包了四十几个韭菜肉馅饺子 她舍不得吃就算了 还不让我吃 说这东西 进了我的肚子里 就会变成屎 这不是浪费吗 女孩苦笑 当时我还跟她争辩 这东西到谁的肚子里 不是石 现在想想 我还真的感谢 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要不是她 说不定我现在也死了 梁白开继续听着 将水仙叶子吃下去 没多久 两个病人就毒发身亡了 本身这毒蔓延得特别快 再加上她俩还特别虚弱 毒素更是肆意蔓延 还没等我们打120 两人就已经嘴唇发紫 失去了呼吸 我妈也疯了 她无法想象 自己只是跟往常一样 贪了点小便宜 怎么就害死老伴和儿子了呢 镇上殡仪馆的车 把两人拉走后 我妈回去看到 还剩下准备下次包饺子的肉馅 虽然有些毒素 但她节俭惯了 舍不得扔 咬咬牙全位给了眷里的鸡 这下鸡也死了一圈 梁白开惊呆了 好家伙 这不就是当代绝命毒师吗 这下村里流言蜚语更甚了 大家都传我妈是个毒妇 先后害死了 只能躺在病床上 苟延残喘的老公和脑残儿子 又把家里的鸡犬都堵死了 下一步是不是要堵死全村人啊 村长也吓坏了 她没想到自己接受他们一家回来 竟然收了个瘟神 我妈也经受不住亲人事事的打击 和村里的流言蜚语 虽然身旁还有我陪伴 但在她眼里 我这个赔钱货 又怎么能跟她的傻蛋儿子和老公比呢 于是 在我外出挑水的一个午后 我妈自杀了 她是被堵死的 至于为什么毒发 是因为她死之前 吃了几只早就发臭的 被水仙毒素堵死的鸡 我妈说了 自己就算死也不要当饿死鬼 这简直太魔幻了 如果不是你一字一句跟我说出来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这种人吗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女孩吐了口气 没事 我家邻居不错 家里也饮食 这事虽然跟人家没关系 但人家说了 终归是她家里的水仙长出去了 才让我妈捡走的 见我没有刁难 也没有起诉 出于人道主义赔偿给了我五万块钱 三条人命就值五万块钱 我之前因为家里的原因 办了休学 现在也得回学校继续深造了 运气好的话 能读个博士后 运气不好的话 等毕业了就出来找工作 我象征性地安慰了几句 就没再说什么了 后来我通过她的朋友圈 见到了她的人生 我跟她的众多毫无交集 只是萍水相逢 加了联系方式的朋友一样 见证了她考博士后 恋爱结婚生子 再后来 我们的交情也仅仅止步于此了 这样能飞黄腾达的女孩 不该被困于这样累赘的家庭 或许家里人的死 对她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包袱爸爸 傻子哥哥 无知妈妈说出去 没一个好听的 更会拖累她自己 如果不是家里的人死绝了 她又怎么能追逐 自己的考博梦呢 在后来的一次午夜梦回里 我忍不住想到了 一个更为可怕的事 难道其他三个人的死 都跟女孩脱不了干系 毕竟他们的死讯 都是女孩的一面之词罢了 知道结局又能怎样呢 这毕竟是别人的家事 我要做的事 经营好自己就够了 全集完 爸 你为啥 让我化这么丑的妆去上学呀 三年前我找大师算过 你这漂亮的脸蛋 容易招烂桃花 所以才让你半丑 要不然你的脸和家事 在学校肯定会招来大麻烦的 亲爱的 我的脸烫伤了 你会跟我分手吗 顾婷婷 就算你不悔容 我也会跟你分手的 刘小马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顾总不是你的亲叔叔 你为啥不早点告诉我 害我这么久 白白在你身上浪费感情 我一直没有说过 顾叔他是我的亲叔叔 刘小马 我是真的没想到 你竟然是为了这个 才和我在一起的 你猜对了 我当初和你在一起 就是为了通过你 然后接近顾总 昨天同事告诉我 我才知道 你原来跟顾总 根本没亲戚关系 谁还愿意继续看你这张丑脸了 况且你现在都毁容了 张小马说完 直接转身就走了 婷婷心想 当初刘小马这个笑草 怎么会主动来追她这个丑八怪 原来是她看见 婷婷喊的 实习公司的顾总叔叔了 顾叔叔是给婷婷父亲 兢兢业业 当了二十年的司机 她爸爸大手一会 把旗下一家小公司 送给了顾叔叔 就是刘小马 现在实习上班的公司 婷婷下班回到家 把妆卸完 就直接找到了老爸 闺女 这几年让你出门化妆成丑八怪 真是委屈你了 爸 我真的很委屈 你为啥 让我化这么丑的妆去上学呀 三年前我找大师算过 你这漂亮的脸蛋 容易招烂桃花 所以才让你半丑的 要不然你的脸和家世 在学校肯定会招来大麻烦的 好吧 对了爸 我跟刘小马分手了 女儿我早就跟你说过 那小子不行了的 那你这分手了 是不是就可以 跟我那好朋友的儿子相亲了 我告诉你 我那朋友的儿子长得特别帅 爸爸 你得了 爸 我这刚分手 这是过段时间再说吧 三天后 今天是斑花张小云的生日 在市中心的凯隆会所 邀请班里的同学去聚会 婷婷到了会所才发现 原来刘小马和婷婷 分了没几天 就和斑花张小云在一起了 可笑的是 婷婷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小云 那今天多亏你了 要不然我们可都没机会 来凯隆会所这么贵的地方来吃饭 就是 这凯隆会所不愧是我们是最贵的会所 不仅装修豪华 东西也好吃啊 这些都是小菜一碟 你们放心吃 对了 婷婷 你来了呀 对不起 我忘了今天你也要来 所以我才叫了小马哥来 你不会在意吧 说完 张小云小鸟一人的在刘小马身旁微笑着 你们真恶心 顾婷婷 你这是什么态度 小云请你来吃饭 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不然的话 就你这种穷人 这辈子都进不了这么高档的场所 这里算高档吗 比顶楼差远了吧 凯隆会所的包厢是按楼层分的 顶楼消费最贵 一楼最便宜 张小云今天请客就是在一楼 顾婷婷 你装什么呀 顶楼什么样子 你难道去过呀 婷婷刚想说昨天才去过 但想到老爸在三叮嘱的要装穷 所以他还是选择了沉默 对呀 我也听说凯隆会所 最豪华的是顶楼的包厢 小云 你去过顶楼包厢吗 我当然去过了 而且我还经常去 真的吗 小云 你真的太厉害了 我听说顶楼可是会员制的 只有少数会员才能进去 小云 那你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 我想看看凯隆会所的顶楼 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我们保证不点吃的 也不点喝的 就只上去看看 小云 要不你带我们上去看看吧 反正你爸爸那么有钱 肯定能让上顶楼吧 那行吧 那我带你们上去 就这样 张小云带着一群人来到了顶楼 可刚进门口就被拦住了 抱歉小姐 您不是我们顶楼的会员 不能上来 你是不是没有认出我来 我可是张大宝的女儿 不好意思 无论是您还是您父亲 都没有资格进入这里 我爸每年在你们凯隆花上千万 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我今天一定要进去 婷婷此时心想 干脆凭自己身份带大家进去 可没想到大堂经理突然过来 顾小姐 我们之前不知道您在 包厢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请您和朋友玩得开心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是我认出你来 然后提醒她的 我认识你吗 顾婷婷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是王浩宇 王浩宇是婷婷爸爸好朋友家的孩子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但是王浩宇初中的时候就出国了 几年没见你瘦了好多呀 这么帅我都不认识了 是啊 几年没见 你怎么瞅了好多啊 你回国怎么没联系我呀 我让叔叔联系过你 只是你不肯见我 十分钟后回到包厢 婷婷看到同学们 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 你们怎么都不点东西呀 我们不想花不干不净的钱 顾婷婷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 为了虚荣心 竟然去勾搭别人 我没有 她是我邻居 你少装傻了 小马哥刚才都告诉我们了 你喊他们公司的顾总叔叔吧 一个女大学生喊一个老男人叔叔 明眼人都明白 是什么关系吧 而且如果不是你勾搭了顾总 就你那穿地摊货的家境 怎么进得了凯伦会所的顶楼呢 真没想到 婷婷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这顾总什么品位呀 这么丑都能看上 你们懂什么呀 有些有钱人的口味中 就是喜欢丑的 而且有一说一 顾婷婷的身材还是很好的 婷婷愤怒地拿起桌子上的白开水 破向了张小云 顾婷婷 你发什么疯啊 我是什么人 大家都清楚 而你脑子和嘴太脏 我用白开水给你洗洗 你们好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 拜托你们 以后听别人的话先过过脑 第二天 哇 王浩宇竟然比张小马还要帅 而且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过 他家里好像很有钱 来上学开的车都要上百万 真的是高富帅呀 你说王浩宇来我们会计系干嘛呢 会不会是来找人的 他可能是来找我的 我们之前在学生会见过一次 我的天呐 小云 你桃花印太好了吧 有刘小马那么帅的男朋友就算了 还认识这样的一个大帅哥 王浩宇走到他们身边时 张小云说的 浩宇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谁知道王浩宇直接从他身边走过 都没看张小云一眼 随后 王浩宇直接去找到婷婷 顾婷婷 你为什么不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啊 不好意思 我刚才一直在上课 没看手机 我现在就通过 王浩宇亲眼看着婷婷通过后才离开 随后 张小云却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婷婷 顾婷婷 你怎么会认识王浩宇的 我们爸妈认识 怎么可能 人家可是高富帅 你爸妈怎么可能认识他爸妈呢 等等 我想起来了 你爸是司机对吧 难道说你爸 其实是浩宇家里的司机 婷婷父亲明明是首富 怎么成司机了 她突然想起来 之前有同学问过父亲是干嘛的 婷婷就瞎编了个理由 说是司机 你也太虚荣了吧 明明是人家里的司机 还说得好像青梅竹马一样 脸皮真厚 婷婷也懒得解释 父亲不是想让自己装穷吗 那就装到底 下午婷婷路过卫生间 听到里面的对话 卸妆水准备好了吗 一会就往她脸上泼 准备好了 真不知道她每天化那么浓的妆 底下的脸到底是什么样 肯定很丑 不然也不会化那么浓的妆 可是她化的妆还是很丑啊 素颜肯定更丑 一会儿我们就让大家看看她 究竟有多丑 婷婷因为当天有点感冒 吃了药 整个人昏沉沉 具体的也没听清 只听到有人药被算计了 十分钟后 张晓云直接抄起一个瓶子 朝婷婷脸泼了过来 婷婷这时才反应过来 被算计的人原来是自己 可她已经来不及躲了 那卸妆水整个都泼到了 婷婷的脸上 你们怎么这么恶毒 为什么往别人脸上泼东西 浩宇说完 就拿出湿巾给婷婷擦 这一擦不要紧 婷婷真实的脸就完全暴露出来 不可能 顾婷婷怎么可能这么好看 我的天呐 这是丑女顾婷婷吗 她卸了妆竟然如此漂亮 是啊 竟然比我们斑花张晓云还好看 何止斑花呀 要我说笑话称呼都要一位了 刺激吗 惊讶吗 开心吗 这可不是婷婷的本意 她心想 对不起老爸 看来这妆丑大夜市彻底完蛋了 王浩宇扶着婷婷 走到斑花张晓云身边时 张晓云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舒服吗 你 你说什么呢 王浩宇把婷婷扶到了学校门口 婷婷 你要回家了 回家吧 再玩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那你在这里等我 我先去开车 浩宇刚一走 婷婷的前男友刘小马 就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婷婷 你既然长得这么漂亮 那你之前为什么要装丑呢 甚至连我也瞒着 刘小马 我装不装丑 现在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吧 婷婷 我想了很久 我发现我还是放不下你 我们和好吧 那你的新女朋友搬花张晓云怎么办呢 张晓云当然也有她的好 你们是不一样的 但现在你们两个我都很在乎 从今以后 你和张晓云一模一样互不影响好吗 刘小马 这大白天的你做什么梦啊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 你以为你是皇帝呢 还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啊 婷婷说完 走上前就仰手扇了她一巴掌 婷婷 你疯了吗 干嘛打我呀 我看你在说胡话 怎么样 疼吧 白日梦醒了没 这时候 斑花张晓云走了过来 小马哥 你跟这个女人在这里干嘛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顾婷婷 你要点脸吧 仗着自己长相 勾到别人男朋友 哈哈 照你这么说 你对自己没自信了 你也觉得你颜值不如我 没事 别太自卑 再多动几次手术 说不定就能赶上我十分之一了 你 你说什么呢 斑花张晓云正要发作 不料王浩宇开车来了 婷婷看着王浩宇那帅气的脸蛋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婷婷过去亲热地牵着王浩宇的手 张晓云 你睁大你的眼睛 给我看清楚 王浩宇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如果是你有这么帅的男朋友 你还会去勾搭刘小马那个凡夫俗子吗 肯定不会吧 毕竟我是人不是狗 望着帅哥不要 非要去啃喳喳 好好好 顾婷婷 你给我等着 婷婷猜到了斑花张晓云 肯定不会那么快就此罢休 但婷婷没想到她的手段居然这么瞎做 第二天 婷婷发现抽屉里多了一个卡提亚的项链 她立刻认出这是张晓云的 毕竟之前她把送她这条项链时 她恨不得在全校展览 婷婷能猜出来她想干嘛 便立马给家里的司机打了电话 王叔 麻烦你马上回趟家里 把那条我爸送我的卡提亚项链给我拿过来 好的小姐 马上到 二十分钟后 司机王叔把项链给婷婷送来了 这两条项链唯一不同的就是吊坠 张晓云那条是普通的专柜环 婷婷这条是独家定制 她那个吊坠是单钻 才五十二分 而婷婷这个 是她把特地找来两颗拉的蓝钻 价格是天差之别 婷婷戴上后 把吊坠藏在了衣服里 而把张晓云那条给她放回了抽屉里 十分钟后 我的项链呢 我的项链不见了 项链 小云 是你爸爸送你的那条卡提亚的钻石项链吗 天哪 我记得那条项链差不多了六万吧 这么贵的项链怎么会不见了呢 该不会被人偷了吧 小云 你记得你最后一次看见项链是什么时候吗 我记得我当时就放在桌子上 教室里没别人 就只有顾婷婷 顾婷婷 你脖子上戴了什么 那链条不就是卡提亚的链条吗 这的确是卡提亚的项链 但这是我自己的 顾婷婷 你装什么呀 你知道一个卡提亚多少钱吗 你就敢说你自己有卡提亚 你也不看看你 成天穿的都是几十块钱的地摊货 你带得起卡提亚吗 哼 又狗眼看人低了吧 婷婷 我知道你家穷 没见过好东西 所以看到漂亮的项链会眼红 我不怪你 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 我可以不追究的 版话张小云一边说 一边走到婷婷面前 下一秒就低下头 在婷婷耳边用只有俩人能听见的声音说的 顾婷婷 怎么样 没想到吧 那条项链就是我故意放到你抽屉的 你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今天我就要让你身败名裂 这时候婷婷却大声地说的 张小云 你想多了 你那条项链丢在我脚底下 我都不带多看一眼的 顾婷婷 你装什么呀 你偷东西还有理了 你不是说你脖子上的项链不是小云的吗 那好 那就让我们亲眼来看看 说完 小丽直接冲过来扯婷婷脖子上的项链吊坠 被拽住的一刹呢 全班都安静了下来 这 我记得小云那条项链吊坠好像没这么大 好像上面的钻石也是无色的呀 是啊 这项链不是小云的 难道真的是顾婷婷自己的 张小云 你的那个钻石项链 不就在你桌子下面吗 小丽冲过来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桌子 正好项链掉到张小云的桌子下面了 我的妈呀 之前我还没觉得 现在和顾婷婷的项链一比 那这项链也太小了吧 而且颜色也不一样 我记得蓝钻更贵一些吧 何止是贵 蓝钻可是贵好几十倍 张小云这项链也就六万 顾婷婷这条起码得上百万 这 这肯定是假的 顾婷婷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项链 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卡蒂亚有这款项链 就在这时 班长走了起来 这项链不可能是假的 这蓝钻的切割和色泽都是真品 至于款式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这应该是独家定制的 班长李涛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 他一眼就能看出项链是真还是假 而且他平时为人耿直 从不说谎 他话一说 所有人就都相信了项链的真实性 我想现在不用我说什么了吧 没想到婷婷是真的白富美 只是平时低调不显白 对呀 不像张小云到处炫耀 还冤枉别人偷他的项链 真是丢人 反话张小云哭着跑出了教室 从来以后 张小云再也没有嚣张跋扈 低调的上完了这一学期 第二个学期就转学了 突然有一天 婷婷 你真的傍大款了 小丽 你胡说什么了 你看咱们学校论坛上的那个帖子了吗 婷婷急忙掏出手机打开那个帖子 会计系某女竟然出卖身体傍大款 上面还配着婷婷每天坐豪车上学 背着各种名牌包包的照片 楼主还分析道 这股婷婷如果不是傍大款 之前为什么那么低调的装穷伴仇 很显然是她的金主不允许 婷婷刚刷完帖子 就得知辅导员叫她去办公室 刚走进办公室 发现刘小马竟然也在 刘小马 你之前跟顾婷婷谈过恋爱吧 你老实说 她是不是真的生活作风有问题 在校外真和有钱人做那种交易 是的 老师 你说的没错 刘小马 网上的帖子是你发的吧 你凭什么说我出卖身体 你有证据吗 你就胡说八道 对 那个帖子是我发的 顾婷婷 你骗到了别人 你可骗不了我 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了 你真有钱假有钱 我不知道吗 你连养只猫猫狗狗都不舍得买 而是去什么流浪站领养 这样的人会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既然家里没钱 那你又怎么会突然有那么多名牌包和首饰 每天还有豪车接送 那只有一个可能是你 勾搭上了有钱人 进行不正当的交易 刘小马 你这种人我真是服了 我收养流浪狗是因为我觉得 养小狗是为了帮助无辜生命 而不是为了什么拍照炫耀 所以对我来说 几万块的纯血统和流浪的小狗没什么区别 可悲催的是 这根本不在你的理解范围之内 还有 你之前骗我说 你跟金融系的那个什么王浩宇谈恋爱 我去调查过了 根本就没有谈 恐怕只是你的幌子吧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不是有金主 那你怎么会拒绝跟我这么优秀的人附和 你不就是觉得那些老男人们比我有钱吗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自恋 对于你自己 你还真是迷一样的自信呢 笑死我了 对了 刘小马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不姓刘 而是姓人呢 你什么意思 你如果不是以为你自己姓人叫人民币 你怎么会觉得自己是人见人爱呢 你说什么 老师 顾婷婷做出这么伤风败俗的事 你一定得让学校严惩它 刘小马现在的想法 就是得不到就毁掉顾婷婷 顾婷婷 让你家长立刻来学校一趟 老师 听你这意思 你问也不问就直接定我的罪了 自己做的事情就要勇于承认 哈哈 好 你确定要叫我爸爸来 当然 谁有空跟你开玩笑 让你家长立刻来 婷婷拿出手机 拨通了爸爸的电话 爸爸 学校里好多人都欺负我 老师还要我叫家长 你快来吧 谁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 简直吃了雄心暴死胆了 我马上过去 婷婷挂掉爸爸电话后 我爸爸马上就到 哼 好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父母 会交出这么没廉耻的女儿来 婷婷看着辅导员嚣张的样子 心想 你最好别后悔 十分钟后 办公室的门被人猛地推开了 来的却不是婷婷爸爸 而是学校的校长 校长 你老人家怎么来了 辅导员刚想走过去迎接 没想到校长直接冲到她面前 劈头盖脸地问 听说你有个学生生活作风有问题 还请了人家家长 辅导员以为校长是看到了网上的帖子 来给她撑腰的 急忙兴奋地说道 是的 是的 就是这个顾婷婷 她为了钱居然傍大款 这严重损害了咱学校的名誉 咱们学校一定要严惩她 什么 她为了钱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 她是谁 她不就是一个爱慕虚荣贪财的小丫头吗 她可是顾志强的女儿 她怎么可能为了钱出卖身体呢 校长说完 对婷婷尴尬地笑着 那个顾同学啊 不好意思啊 这都是误会 校园论坛上的那个帖子 我已经让人删除了 还有啊 替我谢谢你爸上个月 给学校捐的教学楼 今天还要麻烦他亲自跑一趟 真是不好意思 什么 顾志强是咱们是首富的那个顾志强吗 顾婷婷怎么可能是她的女儿 刘小马话音未落 办公室门口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谁说顾婷婷不可能是我的女儿 婷婷爸爸平日天天上新闻 辅导员和刘小马自然也认识 顾总 你就是婷婷的前男友吧 学校论坛上的那个帖子 也是你发的吧 这顾总您听我解释 不用说了 没事 我们也不会仗势欺人 只是从今以后 任何我名下的公司 还有我合作的公司 都不会再录用你这样人品差的人 要知道 在这座城市里 除了婷婷父亲的公司 其他的公司都跟附近公司有合作 也就意味着刘小马 在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城市待不下去了 还有这位调查都没调查 就给我女儿随意扣帽子的辅导员 就麻烦校长以秉公处理吧 顾先生 你放心 我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五分钟后 父亲带婷婷走出了办公室 你看你白长了一双这么大的眼睛 怎么看上了刘小马这样的人 爸 我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 你还是老老实实 去跟我那朋友的儿子相亲吧 好吧好吧 听你的 对了 你不是见过我那朋友的儿子了吗 我什么时候见过呀 浩宇啊 他最近回国 我当时就想让你俩见一念 可前一些天 浩宇的爸爸告诉我 你们两个已经见过了 搞了半天 你说的就是王浩宇呀 父你俩正说着 王浩宇从远处走了过来 王浩宇 你嘴唇怎么破了 还有你脸怎么了 因为刘小马在网上造谣你 所以我刚和他打了一架 你这放心 他已经被我打进医院了 不仅如此 我还让人调查 发现他私底下 还有偷拍女生的习惯 我已经报警也通知学校了 估计他很快就要被退学了 我可给你出了一口恶解 他太恶心了 这是现在已经解决了 该说一说咱两个的事了吧 咱两个什么事 我想跟你在一起 做我女朋友吧 这我得考虑考虑 我可不想再遇见 刘小马那样的渣男了 朋友们 你们支持婷婷和王浩宇在一起吗 张晓云 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儿子倒洗脚水 老太婆 你儿子是没有长手 还是不能动了 我凭什么要给他倒洗脚水 你怎么和我说话的 有没有一点教养 儿子 你老婆就是这样和我说话的 我说一句 她顶一句 我这么大年纪 就是让她这样呵斥的吗 你别在这里以老卖老 年龄大就可以天天没事找事吗 年龄大就可以蛮横无理了吗 我们夫妻俩的生活 凭什么你来指手画脚 今天让我给你儿子剪脚指甲 明天让我给你儿子按按腿 你儿子咳嗽一声 打个喷嚏 你就说我没把你儿子照顾好 你既然觉得你儿子辛苦了 你就自己给他倒洗脚水呀 你天天在沙发上养着脸晒太阳 都不知道动一下吗 哎呦喂 我说一句话 你竟然有十句话等着我 你是做儿媳妇的 伺候老公伺候婆婆 不应该吗 我这个做婆婆的 叫你做什么 你就必须做 难道我指挥不动你了是吧 没错 你指挥不动 一开始我还尊重你 听你的吩咐 但你吃饱了没事干 天天都要找点事 天天都要彰显一下婆婆的威严 我尊重你 但不代表你就可以对我的生活横加干涉 老太婆 我告诉你 你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够了 你们俩都少说两句 每天怎么都跟仇人一样 我一下班回来 你们就吵得不停 别说了 可以吗 不行 我今天就要说 我就是看不惯他 我儿子我养这么大 我都没有让他做过家务 你倒好 天天指挥我儿子擦桌子 拖地洗碗 我让你给他倒个洗脚水 其实就是想试试你对我儿子怎么样 这一事我可是看出来了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儿子 我儿子每天上班这么辛苦 他回来以后 你就知道干自己的事 你不知道问一问我儿子上班心不辛苦 给他按按肩膀 按按腿 我看你在那一动不动 才指挥你去给他倒个洗脚水 你对我是什么态度 知不知道 我是你长辈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儿子看到母亲还在那里喋喋不休 直接上前把母亲拉着进了屋 儿子 你拉我进屋干什么 我今天非要跟他一较高下 不然他以为这个家是他说了算了 要在这个家里称王称霸了 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要不然他敢当着你的面这样对我说话 母瓶子贵 你懂不懂呀 妈 母瓶子贵没有错 你才来家里的时候 你儿媳是不是很孝顺你 尊敬你 带你一天到晚拿着长辈的架子 天天有事没事就找他的茶 不是说他这里做得不好 就是嫌弃他那里做得不好 你这样搁谁谁也受不了呀 我找什么茶 是我说的话他都不听 我说一句 他顶十句 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长辈 有他这样做儿媳的吗 这也和你有脱不开的关系 我真没想到你被你老婆管成这个样子 像个小绵羊一样 你赶紧给我让开 我今天一定好好管教管教他 让他知道该怎么做儿媳 妈 我求求你别闹了好吗 日子是我们俩在过 我们自己过得疏疏就行 你就不要管了 你没有来之前 我们俩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 从来也没有吵过假 家里也很放松 可是你来之后 家里的空气都变得压抑了 儿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是嫌我多事了是吗 你是嫌我烦了是吗 你爸去世以后 我就应该和你爸一起走 你说我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呀 招人嫌弃 招人烦 我不如现在就走了算了 妈 你别这样行吗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也是想解决问题 毕竟你以后是要在这里常住的 你这样天天和婷婷闹别扭 哪能行啊 我可都是为你好呀 你说我做的这些事 哪一个是害你的吗 你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我这一辈子掏心掏肺 都是为了你呀 妈 你为了我好我知道 但实际上是在给我制造麻烦 我当然知道 你都是出于好心 但是好心也会犯坏事啊 我们小两口的日子 我们自己过就可以了 你看 你没有来之前 我们俩几乎不吵架 家务我们分摊着干 等你来了以后 家里的争吵就没有断过 那我现在就走可以吗 我真没想到 我辛辛苦苦为你付出一辈子 到最后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待在这干什么 我遭人嫌弃 我爱你们的眼 是不是 我回老家可以了吧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回老家 我一个人回老家 孤独终老 妈 你不要说气话 我肯定不是要赶你走吧 我只是让你不要掺和我们小两口的事 你在这安安心心养老 有吃有喝 该跳广场舞跳广场舞 这多好的日子 你为什么非要找事呢 我可以不找事 但这次你老婆必须来给我道歉 不然这是过不去 还有 让她保证以后再也不和我顶嘴 让她保证以后什么都要听我的话 不然我就回老家 我宁愿一个人孤独终老 我给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都说一说 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妈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婷婷她又没做错什么 我怎么让她给你道歉 这些事你要给亲戚说 你自己也丢人呀 我不怕丢人 我儿子都要把我赶出家门了 我还管丢人不丢人吗 你三个姨两个舅舅都知道 我来城里住你家了 走的时候 他们还在县城大饭店摆了一桌 为了给我送行 现在我灰头土脸地回老家 他们能不问我怎么回事吗 你小姨前面才和我开玩笑说 你会不会都听你老婆的 到时候我和你老婆要是闹矛盾 你都帮着你老婆 本来这只是一句玩笑话 可是没想到现在却成真了 你还替你媳妇辩解 她和我顶嘴 难道这不算是错吗 我怎么说也是她长辈吧 你瞧瞧她和我说话的态度 你今天必须让她给我道歉 不然这是没完 那是你对她的态度也不好啊 妈 咱们凡事都得讲道理啊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 你天天仇视她 想着找她麻烦 她能给你好脸色才怪 怎么在你嘴里什么都是我的错 你说我养一个儿子干什么 最后都成别人家的了 我都不知道是你媳妇嫁到咱们家 还是你上他们家当上门女婿去了 我这个做婆婆的话 她是一句都不听 根本就不把我当一回事 我在这个家算什么 跟一个跳梁小丑一样 我天天发号施令 她一个都不听 就连今天到洗脚水这么小一件事 她都不听我的 而且这个事还是她本身就应该做的 她没有做 我提醒她一句 她还不愿意了 还把我说了一顿 我这是做婆婆的吗 不知道的 以为我是嫁到他们家的儿媳呢 妈 你那也不是提醒的语气啊 当时我可是在场的 你当时说话就带着指挥的腔调 带着命令的口吻 那她肯定接受不了呀 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 最听不惯的就是指挥 尤其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指挥 那我是她长辈呀 我都不相信 她在家里面 她妈就不说她 我作为长辈说她两句怎么了 妈 你要知道 婆婆和亲妈不一样 亲妈和女儿之间 想怎么说怎么说 哪怕吵起来了 哪怕吵得很厉害 最后也不会影响关系 但婆媳之间能一样吗 吵一次 关系就会出现裂痕 多吵几次 那就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了 行吧 那以后我不和她说话行了吧 我当哑巴 我闭嘴 你满意了吧 只要她不招惹我 我也不会去招惹她 我要出去跳舞了 我的舞伴还在等着我呢 你让你老婆把我昨天跳舞的衣服洗了 昨天我都扔到那里了 到今天她还没有洗 我一共就两套跳舞的衣服 她不赶紧洗 我都没换的了 随后 两人就走出了卧室 儿子 你看看 你看她一天天摆个臭脸色 也不知道给谁看的 仗着你惯着她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不要恃宠而叫的道理都不懂 如果哪天我儿子不宠着你了 你就是一个笑话 妈 你这是干什么 咱们刚刚不是说好不找事了吗 你怎么转脸就变卦了 这是我找事吗 这是她给我白脸子 我一出来 她拉一个长脸 谁看了不糟心 我都没心情去跳舞了 她这张脸看多了 我都要折瘦 老太婆 你既然看多了折瘦 那就不要看了呀 还有 我也想清楚了 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住了 你要么收拾你的东西回老家 要么在我们房子附近 给你租一座房子 我们各过各的日子 互不打扰 儿子 你看你自己看看 你老婆这当着你的面 就要赶我走呀 我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呀 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 现在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我要回老家 我自己孤独终老 妈 你能不能别闹了 你再这样 我也不管你了呀 好好好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啊 一个臭女人就把你迷成这样 连自己的母亲都要赶走了 张晓云 我告诉你 这件事没完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 婆婆放下狠话 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到了第二天 婆婆竟然带着亲戚一起来 讨伐儿媳妇了 张晓云 就凭你还想赶我走 我早就把浩宇的舅舅 和浩宇的姨姨都叫过来了 看今天谁赶谁走 一个小丫头骗子 我还治不了你了 就是你这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 还想把我姐赶出去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你真以为你婆婆家里没人了 你想怎么欺负 就怎么欺负啊 就是我看她就是欠管教 我们今天来了 就一定要好好收拾她一顿 让她好好长长记性 我看到她那张脸 我就知道她没教养 你竟然还敢瞪我 在家你父母不知道管教 你出来我们就替你父母 好好管教管教你 浩宇 你挡在她前面干什么 赶紧给我让开 你心里拎不清吗 你应该站在哪边 小一 大舅 二舅 你们先不要激动 你们突然上门 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我好给你们准备饭菜 有什么事咱们先坐下来慢慢说 说什么说 有什么好说的 你这个儿子是怎么做的 你妈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你竟然还和这个丫头骗子站在一起 你不帮着你妈 反而帮着你老婆 你这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浩宇 你也不要怪你小姨说话难听 我们来的时候 你母亲就跟我们说了 你老婆竟然让你妈搬出去住 这都明目张胆地赶人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先把她教训一顿再说 你现在赶紧给我让开 我不让开 你们要干什么呀 一进门就要收拾我老婆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们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你们光听我母亲一面之词 就要收拾我老婆 我绝不答应 不管发生什么事 她一个做晚辈的 都不能这样跟长辈说话 这是最起码的规矩 我再说最后一遍 你给我让开不让开 你不让开我连你一块收拾了 不让 就是不让 今天有我在 你们谁都不能动我老婆 我妈就没有被欺负 从她来了以后 家里的家务活都没有让她碰过 我老婆对她也是毕恭毕敬 她除了看电视 就是去跳广场舞 一直都是她在找我老婆的事 我老婆后面 实在没办法才反抗她 浩宇 你能不能清醒清醒 这可是你母亲呢 她住在自己儿子家都不行了吗 不管你妈再怎么找事 谁也没全力赶她走 再说了 你妈找事不都是为你好吗 你妈难道还能害你吗 你到现在还帮着你老婆说话 你有考虑你母亲的感受吗 王浩宇 你老婆都这么放肆了 你竟然还要护着她 我看你也是欠收拾了 你老婆敢这样对你妈 都是你惯出来的 你再不让开 我就真的连你一起收拾了 你们能不能不要闹了 妈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谁让你把亲戚都叫到家里来的 你这不是把事情闹大了吗 你怎么和你妈说话的 浩宇 你妈可就你这一个宝贝儿子 你不给她养老 谁给她养老啊 你今天听你老婆的话 把你妈赶出去 明天是不是听老婆的话 不认我们这些亲戚 以后你打算单独过是不是 浩宇 我跟你说句实在话 你母亲永远都是你母亲 但你老婆可不一定 永远是你老婆 谁是真正对你好的人 你自己要好好分清楚 可不要让一个真心 对你好的人心寒了呀 儿子 我真的太心寒了 到现在你还怪我 是我要把事情闹大吗 你老婆都要把我赶出门了 这还算是小事吗 我要再不把你 姨姨和舅舅们叫来 我可能都已经被赶出去了 这是你故意激怒她的 妈 客厅可是有监控的 你做的那些事 要让我一件一件都懂出来吗 小姨 大舅 二舅 你们来的时候 不是听我母亲说 我老婆要赶走我母亲吗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儿子 你看看 你看她一天天摆个臭脸色 也不知道给谁看的 仗着你惯着她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不要嗜宠而叫的道理都不懂 如果哪天我儿子不宠着你了 你就是一个笑话 妈 你这是干什么 咱们刚刚不是说好 不找事了吗 你怎么转脸就变卦了 这是我找事吗 这是她给我摆脸子 我一出来 她拉一个长脸 谁看了不糟心 我都没心情去跳舞了 她这张脸看多了 我都要折瘦 老太婆 你既然看多了折瘦 那就不要看了呀 还有 我也想清楚了 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住了 你要么收拾你的东西回老家 要么在我们房子附近 给你租一堵房子 我们各过各的日子 不不打扰 儿子 你看你自己看看 你老婆这当着你的面 就要赶我走呀 我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呀 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 现在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我要回老家 我自己孤独终老 妈 你能不能别闹了 你再这样 我也不管你了呀 好好好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啊 一个臭女人就把你迷成这样 连自己的母亲都要赶走了 张晓云 我告诉你 这件事没完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看到了吗 这到底是谁在找事 这就是你们进屋之前发生的事 我想请问你们 站在我老婆的位置 被婆婆每天无缘无故找事 你们会是什么反应 姐 你这确实有点过分了 婷婷一句话都没说 你主动挑起矛盾 你说你要是在家里受委屈了 我们来帮你讨回公道 但你这明显就是强势的一方呀 是啊 二妹 你打电话给我们哭诉的时候 说婷婷天天找你的事 都没有任何缘由 就无缘无故找你的事 但刚刚录像上面 完全是反过来的 算了算了 让他们自己解决去吧 二妹这是把我们当傻子呢 拿我们当枪使呢 明明自己在家里强势的不行 还给我们说他一直在家里受委屈 在我们来之前 故意给我们演一出戏 好让我们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 大哥 二哥 我们走吧 根本就没人欺负他 他还把自己委屈的不行 他们自己家的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去 我们就别跟着掺和了 行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说完舅舅和小姨三人就离开了 妈 你整这些闹剧 对你有什么好处 本来我还要劝婷婷 和你和睦相处的 但你现在让我怎么劝 现在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分开住 我在同一个小区给你租一套房子 这样我随时都能照看到你 浩宇 我今天真的很害怕 那么多人突然来家里 上来就要对我动手 我真的害怕极了 谢谢你一直保护我 我真的不想和你妈再有任何瓜葛 一句话都不想和她说 张晓云 你别在这装可怜 我和我儿子才闹成这样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儿子 我不想和你分开住 这就是我的家 我不走 妈 你不走不可能了 你做的这些事 别说婷婷接受不了 就算我都接受不了 我肯定是会给你养老的 但是你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 最终 婆婆被儿子送走了 小两口也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朋友们 你们知识浩宇的做法吗 妈 我买了六十斤田螺 你赶紧做饭 我丈母娘和小舅子一家人来了 我现在得赶紧去机场接他们 儿子 饭我都已经做好了 你丈母娘要过来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六十斤田螺这么多 时间也不够啊 不如这样吧 我们请你丈母娘 他们去外面酒店吃饭吧 妈 够时间的 我们晚一点吃饭 我去机场接他们 来回也要三个小时呢 我丈母娘他们 可是最喜欢吃爆炒香辣田螺了 你记得放辣一点 还有妈 你把房间也收拾一下 我丈母娘和我小舅子一家人 今晚住我们家 什么 我们家就三个房间 哪里睡得下那么多人了 要不去酒店订房间 给你丈母娘他们住吧 不行 酒店太贵了 妈 委屈你几天 这几天 你就睡客厅沙发吧 把你的房间 让给我丈母娘住 客房就让小舅子一家人住 那好吧 对了儿子 你丈母娘他们过来 要住几天呀 妈 我也不知道 好了先不跟你说了 你赶紧做饭 我得马上去机场接他们 儿子说完 就离开了 留下王大姐 一个人手忙脚乱的 快速地把屋子收拾了一遍 房间又收拾了一遍 又马不停蹄地 进了厨房做饭 做了四菜一趟 一家人吃饭 气氛还是其乐融融 挺不错的 第二天 妈 我丈母娘他们难得过来 我今天带他们到处去逛一下 我们要开车去很远的 百果园摘水果 可能会晚一点回来 大概晚上七八点这样 你记得准备好晚饭 我们回来吃饭的 儿子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在家做好晚饭 等你们回来吃饭吗 你们出去玩 不打算带上我吗 你又不喜欢去外面玩 现在外面天气三十八度那么热 你就在家里看看电视吧 再说了 如果你也跟我们去了 晚上我们回来那么晚 来不及做晚饭 一大家子出去酒店吃也太贵了 我们就不在外面吃了 晚上还是回来家里吃吧 可是儿子 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 你们说的那个百果园 我也从来没去 听别人说 那个果园有上百种水果 我也想去开开眼界呀 妈 我就一辆车 你去的话就超载了 那我可以打车去呀 你把位置地方告诉我在哪里 我跟你们集合 难得你丈母娘 他们过来玩 我也去陪陪他们 而且你们玩的时候 我还可以帮你们带带孩子 那个百果园 我们开车去要好几个小时 打车去不划算 太贵了 妈 你就不要去了 你就在家里吹吹空调 看看电视吧 你要吃什么水果 到时候我摘多一点 回来给你吃就可以了 还有 我丈母娘他们都是讲普通话的 你普通话又不标准 你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 你去了也没意思是不是 哎 那好吧 我在家里做好晚饭 等你们回来吃饭 那你记得按照昨天晚上的标准做饭 我丈母娘他们都爱吃辣的 还有 你在去市场买点小龙虾 或者大闸蟹之类的海鲜 他们也都喜欢吃 妈 家里就辛苦你了 好吧 那你们玩得开心一点 就这样 王大姐又是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招待亲家一家人 晚上七点 儿子去白果园带回了 二十箱的芒果和二十五箱的阳光葡萄 还有三十箱的桃子 儿子 你们怎么买这么多水果 我们也吃不完 这冰箱也放不下呀 这么多箱水果也要好几千块钱吧 我丈母娘他们难得去一趟白果园 一高兴就买多了一些 我老婆说董会要把这些寄回他娘家那里 是准备寄给他舅舅和小姨们吃的 而媳妇家只有两个舅舅和两个小姨 这么多也吃不完啊 还有一些 是要给我老婆娘家那边的表哥表弟 表姐表妹的 儿子 你看我来你家给你们带孩子都六年了 你爸他一个人在老家 没啥水果吃的 等会你也给你爸寄几箱回去吧 妈 没有多的了 那些水果他们都已经打包分配好了 而且我爸又不爱吃水果 还是算了 就算寄给他 他肯定也是把水果拿去 分给那些亲戚们吃 随便你们吧 都吃饱了 我去收拾碗筷了 妈 你先别收拾碗筷 我们还买了一箱车梨子 你先把车梨子洗了呀 辛苦你了 我先去客厅陪陪丈母娘他们看看电视 好吧 你丈母娘他们都是客人 你去陪陪他们吧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 儿子每天带着丈母娘他们去逛商场 买衣服 去附近旅游景点打卡 吃喝玩乐不亦乐乎 唯独没有带上王大姐 而王大姐在家不是买菜做饭 搞卫生 就是带孩子 还要每天做好饭菜等他们回家吃饭 儿子 我在客厅睡沙发 都睡了一个星期了 睡得我腰酸背痛的 你丈母娘他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妈 来者都是客 他们是客人 我也不好直接问他们什么时候走啊 那你可以私底下问问儿媳妇啊 我问过我老婆了 看我丈母娘的意思 应该还是会打算再住几天 今天他们出去逛街买衣服去了 说要去买泳衣 打算明天准备去海边玩 我丈母娘说想吃海鲜大餐 顺便带大家去海边玩玩 那这一次我也要去 我也想吃海鲜大餐 而且我还从来没见过大海了 还没去过海边呢 妈 我们只有一辆车 你去也坐不下呀 我自己打车去 你丈母娘都来了一个星期了 你们天天出去玩 天天都不带我 妈 你就不要去了 还是留在家里照顾孙女吧 孩子去海边不安全 我们决定明天不带孩子们去 好吧 既然孩子们不去 那我也不去了 我只能在家带孙女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 王大姐睡沙发 实在是睡不习惯 趁着亲家他们去楼下散步了 又问了儿子 儿子 你丈母娘和小舅子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这天天睡沙发 身体实在有点吃不消啊 我本身睡眠就浅 最近都瘦了很多了呀 他们应该还要再住一个月 等小孩九月份开学 八月底应该就回去了 儿子 要不这样吧 我来你家也给你们带孩子 带了六年了 也有一年多没有回乡下了 你爸一个人在乡下老家 身体也不好 我回去陪你爸一个月 等你丈母娘回去了 我再回来 妈 那怎么行啊 你走了 家里家务一日三餐谁做呀 还有两个小孩 你都带习惯了 我们从来没有给小孩子洗过澡 也没有喂过饭 你回去了 我们怎么办啊 你丈母娘和你小舅子 他们都在家 反正你和儿媳妇这段时间 也比较空闲 你们就自己带一下孩子吧 我都帮你们带了六年了 我也累啊 就当放假我休息一个月吧 这天天睡沙发 还要再睡一个月 我可真的受不了啊 什么叫做帮我们带孩子 两个孩子也是你的孙女 你作为奶奶 有责任带孙女 我没有说不带孙女啊 只是现在家里这么多人 又住不下 我回去看看你爸 还是会回来的呀 你爸在家里 也种了很多花生 番薯 玉米 青菜 我回去帮帮忙 到时候顺便带点过来呀 妈 你不能回去 如果你回去了 你让我丈母娘 他们怎么想 你就不要想着 我丈母娘或者我老婆在这里 会帮忙带孩子 或者做饭做家务了 我丈母娘平时在家 也是不进厨房的 她喜欢去旅游 跳广场舞 爬山 健身 再说了 小孩子你带习惯了 我们也习惯了 一回来家里 你打理得干干净净的 回来就有饭吃 这多好啊 我每天除了带孩子 就是做饭做家务 以前是伺候你们一家四口 现在还要伺候你丈母娘 和你小舅子一家人了 你吃的哪门子醋啊 我丈母娘小舅子 他们是客人 哪里有让客人 自己动手做饭的道理啊 那我就是你们的保姆了吗 他们来了这么长时间 你陪着他们每天都出去玩 没有一次带上我的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六年前 儿媳妇刚怀孕 我就来了你们家 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你们 一日三餐的饮食和家庭卫生 孩子出生后 你们在大城市打拼也不容易 还要每个月房贷 我每个月三千多的退休金 我全部拿出来 补贴给你们这个家了 你们生的是双胞胎女儿 儿媳妇出了月子就去上班了 我一个人在家 又当爹又当娘的 照顾两个孩子 还要每天打扫家里的卫生 你们下班回来 我就要做好热乎的饭菜 让你们吃 平时你们休息 不上班也很少说 帮忙带带孩子 或者做做家务 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是 也没有一句怨言 包括生活上 我跟儿媳妇 也有一些碰碰磕磕 我爱吃清淡的 你们爱吃油炸 又爱吃辣的 我也是做到 尽量以你们为主 媳妇有洁癖 这六年 我生怕每一点做不好 让儿媳妇不满意 家务活从来不让你们碰 六年来 我第一次感到寒心 你们去外面吃喝玩乐 从来没有想过带上我 我最寒心的是 养了你这个儿子 我和你爸夫妻分居两地 我给你带孩子六年了 上次你们去百果园 买了那么多的水果 我叫你寄两箱 回去给你爸吃 你都没寄 那天你买了一箱车梨子 我洗干净 端到客厅给你们吃 看着你们在客厅 有说有笑地看着电视 吃着水果 而我一个人 只能孤独地在厨房里 洗刷着碗筷 搞着卫生 好不容易忙完了 又给孩子们洗澡 一直忙到后半夜没停过 客厅那么乱 你们也没有说收拾一下 而且一箱的车梨子 你们都吃完了呀 不就是一点水果吗 你要想吃 我下次给你买就行了 干嘛那么计较呢 这不是水果的问题 而是我教育失败的问题 六年了 整整六年了 你也没说 给我和你爸买过一件衣服 或者带我们去旅游 可是你赵母娘一来 你不是给他们买衣服 买水果 就是带他们去旅游吃海鲜大餐 他们才来几天 你们出去吃喝玩乐 买衣服买特产 而我来你家整整六年了 你就给过我一次一百块加菜的钱 我这六年的退休金没有二十万 也有十五万了吧 我都全部拿出来 给你们每天买菜 给孩子们买衣服了 我的傅冲是无私的 因为你是我儿子 我也爱我的孙女 可是你呢 你的行为真是太让我寒心了 好了妈 你都过了更年期了 我看你跟更年期差不多 怎么这么脆弱 你就我这一个儿子 你不为我为谁呢 但孙女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 等你老了 我给你养老是一样的道理啊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忍忍一个月就好了 等我丈母娘 他们回去就好嘛 反正他们也不是经常来 儿子 两个孙女九月份 也该考虑送去幼儿园了 等孙女们上了幼儿园 我就回乡下去吧 那不行妈 就算小孩子送到幼儿园去了 那还是要有人接送孩子上学 家里不能没人 搞卫生煮三餐的呀 儿媳妇本来就是幼儿园老师 你们可以把孩子 送到儿媳妇那个幼儿园去 这样 儿媳妇也可以接送孩子 一起上学回家 妈 你不能回老家去 带孙女是你应该做的 哪有做奶奶不带孙女的 你就不怕被家里的亲戚们笑话 你就我一个儿子 你不帮我带孩子 你帮谁带孩子啊 我也是时候该放手了 我给你也带了六年孩子了 你们也应该学学怎么做父母 才会懂得感恩 孩子你们自己带吧 你也别说我无情 以后每个月我给你们两千 要多的也没有了 我和你爸也一把年纪了 到老也没怎么想过福 你爸一个人在乡下 身体也不好 我也不放心 我看你就是小气 我不就是花了点钱 请我丈母娘 小舅子他们吃喝玩乐而已 我丈母娘把他女儿嫁给我 为我生儿育女 我请他们吃几顿饭 买点水果 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你要是敢回乡下去 我就跟你翻脸 你老了 我也不给你养老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的感受 我不是心疼你 为你丈母娘他们花钱 我是心寒 为你付出这么多 你却觉得理所当然 孙子有儿孙福 等孙女们上了幼儿园 我就回乡下老家去 我也不指望你给我们养老 你自己过好你们的生活吧 母子俩的谈话不欢而散 儿子觉得母亲矫情小气 王大姐觉得为儿子付出这么多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人与人之间最怕攀比 和亲家相处这段时间看到的 听到的 感受到的 都让王大姐的内心愈发不平衡 一个月后 孩子们上幼儿园了 母亲也收拾东西回老家了 在老家待了几天 儿子就找上门来了 爸 妈 我老婆怀二胎了 她说了要换一套更大的房子 不然就不生了 你们赶紧把全部存款和养老金 都拿出来给我买房子吧 儿子 我和你爸已经没钱了 你结婚的时候 我们为你全款买了 130万的婚房 还有28万彩礼 你们才结婚六年 婚房也是全新的 120平方也住得下 没必要那么着急 买第二套房子 妈 你和我爸不也是希望 我们多生几个孩子吗 我老婆说了 必须换一套大房子 才愿意生二胎 我们第一胎生的是女孩 我好不容易说服她有二胎 你们不也是催生 希望我们生多几个吗 我有预感 我老婆这一胎 肯定怀的是男孩 你们不是很想要男孙吗 我们换一套更大的房子 到时候把你二老都借过来养老 这样晚年生活好不惬意 既然儿媳妇都怀上了 那就生下来 不管男孩女孩 我们都喜欢 儿子 你们要换一套更大的房子 是打算把现在的这一套卖掉呢 爸 不是 现在住的这一套 我们不打算卖掉 我们是打算再买一套更大的第二套房子 买一套更大的根本就没必要 我们家也没这个经济条件了 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才买了没多久 二手出售不划算 可以留着出租 妈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才三个房间 等我老婆生了二胎 再把你们二老接过来养老 起码得要四个房间才行 你们也知道 我老婆是独生女 我丈母娘那边也说了 他们很支持我们买第二套房子 愿意借三十万给我们爸妈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就我一个儿子 不为我为谁呢 你们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们的 可是你结婚的时候 我和你爸 就已经将一大部分的存款 全部给你们买婚房结婚用了 而且我在你家的六年 我的养老金也全补贴你们家用了 既然这样 算了吧 那我们就不生二胎了 反正也怀上了 现在没这个经济条件 那就不要了 儿子 你别赌气啊 二胎肯定要生的 我们家就你一个儿子 我们肯定想你们生多几胎 这样吧 老婆子 我们不是还有二十万吗 都拿给儿子买房子吧 我们辛苦一辈子 不就是为了看到儿子成家立业 过得好吗 都说父母之爱子 则为子谋深远 可是那二十万 是我们以后留着养老的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这二十万要是再拿出来 我们就真的没钱了 老婆子 我们都一把年纪了 以后将来所有的家产钱财 还不是都留给儿子的 现在儿子和儿媳妇 想要换一套大房子 也愿意把我们接过去一起住 给我们养老 我们能帮就帮吧 那行吧 爸妈 可是二十万也不够啊 加上丈母娘借给我们的三十万 这才五十万 我们看中的那套大房子 首期就要给八十万了 可我和你爸 也就剩下这二十万存款了 是我们全部的存款了 要多的也没有了 妈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们是不是还没有 把所有存款拿出来啊 儿子 你这可冤枉我们了 我们家本来就是普通家庭 省吃俭用 一辈子就存了那么一点钱 我们辛辛苦苦 把你供到大学毕业 也是花了几十万的 你结婚的时候 我们有全款为你买了婚房 财礼也是我们出的 你以为我和你妈很容易啊 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嘛 辛苦了一辈子存的积蓄 全部都给你了 爸妈 现在你们乡下住的这老房子 要不卖掉吧 应该也能够卖个四五十万 反正你们迟早也是要搬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的 我老婆生二胎之后 你们就在家里 带带孙子享福 那不行 我们连最后的存款二十万 都拿出来给你了 这老房子 是你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 绝对不能卖 是这只有二十万 我也不好 跟我丈母娘那边交代啊 要不你们再去 跟亲戚们借一点吧 儿子 不是我说 你没有那么大的头 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 凡是量力而行 我们为你全款 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的房子 你们又没有房贷的压力 何必要再去买一套更大的呢 不是你们说 想要我们生二胎 好不容易我老婆肯生二胎了 她唯一的要求 就是换一套更大的房子 那你们就把现在的这套 一百二十平方的卖掉 加上我们给你的二十万 还有你丈母娘愿意借的三十万 再去买一套更大的 不就可以了吗 你也体谅一下我和你爸 我们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了你 我们就剩下这套老房子了 人都是会变的 你现在说得这么好 我愿意相信你 但是儿媳妇万一以后 嫌弃我们老人怎么办 我和你爸是愿意为你全心全意付出的 但是万一以后住在一起合不来 我们还可以回来这个老房子住 妈 你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 你儿媳妇挺好的 我丈母娘都愿意借三十万给我们 为什么你们就不愿意牺牲一点呢 你们都六十多岁了 反正这老房子将来也是留给我的 我们也不可能回来住 不如卖掉算了 我看你就是防着我们 防着你儿媳妇 我们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这样 你防我防你勾心斗脚的 儿子 我都说了 这老房子绝对不能卖 这是你爷爷的爷爷留下的房子 在农村把祖上的房子卖掉 是要被笑话的 那你们说怎么办 这怀上的二胎就不要了吗 反正你们媳妇也说了 不换一套大的房子 这二胎就不要了 你这不是拿二胎来逼我们吗 你们就想着自己太自私了 有没有想过我们老人以后怎么办 我和你儿媳妇又不是不给你们养老 这老房子留着有什么用吗 反正以后你们留给我 我也不住的 好了儿子 你也别逼我和你妈了 我们也就剩下这二十万养老钱了 你们要就拿去吧 二胎你们想生就生 不想生就不生 我们也不勉强啊 那你的意思是不要这二胎吗 我老婆都怀孕了 难道你们不想家里在天丁 再要一个男孙呢 我们已经尽力了 老房子是不可能卖掉的 你想让我们去借钱也不可能 那二十万你不要就算了 我和你爸留着自己养老 以后也不需要你们给我养老 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那行 二十万就二十万吧 等以后房子装修好了 我再把你们接过去一起住 哎 儿大不由娘啊 无论儿子怎么说 父母都不肯把老房子卖掉 有了儿子的保证 承诺会给他们养老 以后一起住 最后父母还是把最后二十万的存款 给了儿子 儿子拿到钱 就直接离开了 三个月后 老头子 我们儿子今天乔迁新房 怎么没人跟我们说呀 我们儿子很久没打电话回家了 没听他说今天乔迁新房啊 这是你听谁说的 我今天早上去买菜 邻居离审的女儿跟我说的 说我们儿子发了朋友圈 今天新房乔迁 在酒店摆宴席 我们用的都是老人鸡 也不懂什么是朋友圈 反正人家说 这事是真的 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去市里的 这乔迁新房是好事 这么大的事 儿子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可能是儿子太忙了 忘记了 你赶紧收拾东西 我们进城去 把家里养的老母鸡和土鸡蛋 还有我们自己酿的黄酒都带上 我们也不能空着手去 儿媳妇现在怀二胎 需要营养 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新房乔迁祝贺的红包也不能少 我们就包个一万的红包吧 就这样 夫妻二人高兴地带上东西 匆匆忙忙赶到城里儿子的家里 可开门的竟然是别人 原来儿子早就把房子出租给别人了 母亲给儿子打电话 也是一直打不通 打通了也没人接 两个老人在小区楼下等了一个下午 到了晚上 儿子终于接电话了 儿子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和你爸都给你打电话打一天了 妈 我上班有点事 有点忙 没听到手机响 一下午 你们给我打了上百通电话 你找我有急事吗 我和你爸进城了 我们坐了六个小时的车 现在在你家小区楼下 你们把房子出租了 也没跟我们说一声 我听说今天你新房乔迁摆宴席 我和你爸带了好多特产给你们 急匆匆地从老家赶过来的 你们新房在哪个位置啊 可不可以过来接我和你爸呀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吃饭了 妈 你们先在原地等着 我现在有事要晚点才过去 不用你过来 你们新家在哪里 你把地址跟我说一声 我和你爸坐出租车过去 妈 现在不方便 我丈母娘和岳父都在家里住呢 你们去酒店住一晚吧 儿子 你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我和你爸给你丢脸吗 是不希望我们过去吗 自从上次你回家拿了二十万以后 你就再也没联系过家里 有一次你爸好不容易联系上你 说你新房装修想 过去帮忙 你都拦着不让他去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今天这么重要的事情 新房乔迁 酒店摆宴席 你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通知一声 你真是让我太难过了 妈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是你儿媳妇不想让你们过来 我们对儿媳妇怎么了 我们没做什么对他不好的事啊 我还帮你们带了六年的孩子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 他说他怀二胎了 想换一套大房子 你们还防着我们 才拿二十万给我们 他是弃你们把他当外人 儿子 你可不能倒打一耙呀 你们结婚 我和你爸爸家里的老底都掏空了 给你们全款买房 儿媳妇怀第一胎 我可是伺候了你们六年 怎么变成我对不起他了 你们做人可不能没良心呢 说的我是一个恶婆婆似的 那我们买房子的事 你们只拿了二十万是真的吧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又不愿意把全部存款拿出来 又不愿意把老房子卖掉 还好我丈母娘和岳父人好 我们现在这套房子 是他们全款买的 而且房子还写了我们夫妻的名字 什么 你岳父岳母全款买的 你怎么没跟我和你爸说呀 跟你们说有什么用呢 你们又没钱 又不同意把老房子卖掉 你岳父岳母会这么好心 愿意掏这么多钱买房子给你们吗 他们肯定对你们也是有所求吧 那当然了 我岳父说了 我们夫妻俩以后要给他们养老 而且如果我们这一胎生的是男孩 跟我岳父姓 我岳父还额外给我们买一部三十万的小汽车 什么 你说什么 你这跟上门女婿有什么两样啊 什么叫做我们没出钱 我们不是给了你二十万吗 你们刚结买的第一套婚房 加上彩礼 我和你爸前前后后 也给了你差不多二百万呢 你现在新房的位置在哪里 我要过去你们家看看 我要和你岳父岳母聊一聊 妈 你别过来 你和我爸还是回去吧 我们家那边的亲戚 我都没请吃饭的 都是我岳父家的亲朋好友 你来了也尴尬 我也难做人 你这个白眼狼 不孝子 我怎么到今天才看清你呢 上次去帮你带了六年的孩子 我就应该看清你的 都怪我太心软了 你家大房子有四个房间 我跟你爸也出了二十万 最后我们竟然连登门的资格都没有 四个房间 我们夫妻一间 我岳父一间 我岳母一间 还剩下一间小孩子住 你们来住不下了 儿子 你这样子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我和你爸可是你的亲生父母啊 辛辛苦苦把你养大的亲人了 为了一套房子这么点利益 你可有想过 我们做父母有多么的难过和寒心了 难道你们就不希望我幸福吗 我爸在乡下有房子住 你们就不要来打扰我们了 再说了 我岳父岳母肯出钱为我们买房子 这是好事 这让我少奋斗了几十年 而且我又不是不给你们养老 现在我老婆做岳子 我丈母娘会照顾 小孩我岳父 丈母娘会带 你们就这老家清闲得过自己的生活 享福不好吗 说了半天 你是觉得我和你爸阻碍到你了 好了 不跟你说了 我这边还有客人要招呼 走不了 要不你们去附近的酒店住下 我晚点过去看你们 儿子说完 就直接挂了电话 说不伤心是假的 王大姐和丈夫开开心心的进城 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当晚夫妻二人买了最后一班的车票 连夜坐车回了乡下 老头子 我心里就是不甘心 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怎么就变成这样 早知道我们养老的二十万不给他了 当初他哄着我们儿媳妇 要生二胎为理由 要换大房子 我们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 结果那个白眼狼儿子 心房乔迁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通知我们 我们开开心心的进城 他竟然叫我们回老家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还有钱没有拿出来给他们 在儿媳妇快要生二胎了 孩子出生后还要跟着女方家姓 这叫什么事啊 老婆子 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毕竟是我们的儿子和孙子 不看僧面看佛面 就当是最后一次帮儿子吧 可我就是不甘心呢 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又费尽心思千方百计地 给儿子买婚房 辛苦攒下的钱都给儿子了 买的房子 我们连住一晚的资格都没 结果是给他人做嫁衣 算了 以后我们过好我们的 他们过他们的 互不打扰也挺好的 那二十万就当是最后一次帮儿子吧 你也不要在儿子而媳妇面前提这些 免得伤了一家人的感情 可我们把最后二十万 养老的棺材本都给了儿子 这儿子靠不住 我们以后怎么办了 还好当初我们坚持 不肯把老房子卖掉 不然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哎 我们千方百计地为儿子付出 这儿子算是彻底地白养了 白眼狼一个 后来儿媳妇生二胎了 儿子也没有通知父母 半年后儿子因为投资失败 欠了一屁股债 回家哭穷 想要父母的钱 让父亲把老房子卖了给他皇债 但王大姐夫妻已经被儿子伤透了心 没有再给过儿子一分钱 最后儿子也因为没钱还债 只能把房子抵押了 流落街头 老婆也跟他离婚了 女儿 我命令你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转六十万过来 我要给你弟弟买车 这六十万你要敢不给 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听见了没 妈 这已经是这周第三十次你打电话问我要钱了 我都快要被你的电话轰炸得粉身碎骨了 我真的没有钱了 张晓云 你真是个自私自利 吃里爬外的白眼狼 你看你弟弟多好 又孝顺又有出息 谁像你啊 早知你这么自私 当初就不该把你从垃圾桶里捡回来 你但凡有你弟弟一半出息 我也能多活几年 妈 从小到大 无论我怎么努力 想要证明给你看 可在你心里 我却永远都是个垃圾 我从小成绩优异 你就说我是超的 我考上了985大学 在你眼里也都是垃圾 还说我这么差劲的人 考上的学校能有什么好学校 而弟弟考上的二本 在你眼里才是值得炫耀的名校 毕业后 我跟同学一起创业开了公司 你知道后 使出浑身解数 跟我各种要钱 弟弟毕业了 要买房买车 你自己要买金手镯金项链 各种买买买 你也不管我在外面多辛苦 不管我过得多艰难 但凡迟疑 你立刻破口大骂 你们住着我辛苦赚钱买的房子 花着我的血汗钱吃喝玩乐 却对我竭力贬低 若没我 你跟你儿子 只能住在乡下的老破房子 哈哈 既然我没用 我没出息 你的儿子才是最有出息的那个事吧 那我倒要看看 吸不到我的血 你怎么风光 你的儿子怎么出息 既然他在你心里才是最好的 那以后 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吧 没了我这个没息的人给你丢脸 你和你儿子 肯定会过得更好 对吧 女儿咆哮般的发泄完情绪 就直接挂了电话 根本不给母亲说话的机会 同时也拉黑了所有 跟原生家庭有关人的联系方法 随后就给中介打电话 重新给自己租了个房子 办完家后 女儿给合伙人打去电话 莉莉 如果我家人打电话给你 你就说我已经跟你拆伙走人了 说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小云 我说你早就该这样了 你家那位算什么母亲 那分明就是狮子 那胃口简直大的吓死人 结果第二天 小云的母亲就去公司大闹了一场 小云 你妈真是多奇葩 今天一大早 她就来公司撒泼打滚 幸好你没来公司 她到处骂你不笑 骂你白眼狼 还去各部门举报你 公司门口走过一个人 她就给人家下跪磕头 让人家劝你孝顺给她钱 看来我真的是低估了我妈的本事 还好我昨天果断搬了新家 换了新的手机号 拉黑了他们的联系方式 我妈彻底联系不到我了 小云 你放心吧 我已经在其他写字楼 重新租了办公地点 莉莉 这件事实在不好意思了 小云 我还是小看你妈了 当时我要不是当机立断 给公司搬家 你信不信她能把电视台的记者找来 要我说你那个家早该离开了 从今以后 咱们姐妹童心 什么难题都能过去 对了 浩宇师兄上午还给我打电话了 说她有个客户 对咱们的新项目很感兴趣 就这样 过去了半个月 在这半个月里 小云瞬间感觉忘掉所有烦恼了 没有母亲和弟弟的打扰 公司又蒸蒸日上 小云的心情也大好了起来 莉莉 我突然发现在拉黑我原生家庭的这段时间 没人跟我要钱 没人指责辱骂 真的太开心了 一下子感觉我自己重新活过来了 你的人生啊 原本就该是这样 努力充实又平静才对 我的原生家庭 应该正因为我的突然失踪 而鸡飞狗跳吧 毕竟他们的提款鸡没了 是啊 你妈还真的是耐心十足 找各种人的手机给我轰炸电话 不过我都按掉之前和你商量好的告诉你妈 说我们公司已经破产 至于你的去向不明 你妈想多问两句 直接被我劈头盖脸的一顿讽刺 你是关心女儿呢 还是关心取款机 关心女儿的话 公司破产 她欠了几百万债务 你们就赶紧卖房帮她还了 你妈当然不信 但公司原址确实已经人去楼空 一副兵荒马乱的模样 就她还在半信半疑 你弟就已经闹上了 我弟他又怎么了 你弟掏了定金 定了一辆60万左右的车 可能这也就是 我妈给我打电话的原因吧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我这个提款机居然失联了 你弟拿不到钱买不了车 就一直找你妈闹 你妈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询问你的下落 莉莉 你不用管她 我倒要看看 她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让小云意想不到的是 母亲找不到女儿 急眼了 直接给女儿来了个大招 母亲把女儿的师兄浩宇给打了 小云接到师兄电话时 她都快哭了 小云 你快管管你妈吧 她今天突然跑我家来闹 说你是我外面养的女人 我老婆听了跟我大吵一架 把我的脸挠了不说 现在正闹着离家出走了 什么 你妈来我家闹 还说一定是我把你藏起来了 理由是上学的时候 我给你送过花 现在经常给你介绍客户 而且她还问我要三百万 我妈是怎么想的 她怎么有脸 跟你要三百万呢 她是不是想钱想封了 可不 你妈让我给她三百万做彩礼 还说少一分都不行 小云 我求你了 你赶紧过来 帮我跟我老婆做个澄清 要不然我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师兄 这件事真的很抱歉了 我本以为只要我不让他们找到我 他们就影响不到我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为了钱 我妈竟然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师兄 你别急我现在马上赶过去 实在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小云说完 就挂了电话 转身就急忙往师兄家赶 可是到了的时候 家里已经鸡飞狗跳 师兄老婆正坐在沙发上骂街 王浩宇 人都打上门来了 你还巴巴巴 你当我好欺负是不是 嫂子 嫂子 你别激动 你听我解释 来了也别说我这个正妻棒打鸳鸯了 自己去倒杯茶来磕头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 彩礼三百万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只能给你三十块 因为你就值这个数 嫂子 你别激动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也不信 要不我可以跟你去医院做检查 做什么检查 检查什么 你的意思是 嫂子上下打量着小云 沉默了一回问道 王浩宇和你真的没什么吗 嫂子 我对天发誓 我要和师兄有什么 就叫我碎尸万段 那好端端的被人踹上门 总不能没理由吧 小云羞愧难当 只得将她和黑名单中的母亲 弟弟的聊天记录拿出来给她看 几分钟后 嫂子一目十行地扫完 脸色越来越难看 真是岂有此理 当今售货还有这样的人吗 真是太过分了 那你妈为什么非要认定你跟我家浩宇有事 还说浩宇送你花 读高中的时候 校内有次在修剪绿化 师兄看见修剪下来的枝条上有朵花 就摘了下来 正赶上我经过 他顺手就扔给了我 结果被师兄室友们瞧见了 就一阵起哄 而我妈刚巧要来学校 给我办退学 给待个正着 他急忙冲过来 薅着我的头发 打了我几巴掌 还直接破口大骂 他这突如其来的一顿辱骂和殴打 令所有人都来不及防 但因祸得福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我班主任看到了 那时我妈正铁了心 要让我退学回去打工 无论班主任怎么苦口婆心都没用 见我妈下手这么狠 班主任气得要报警 不懂法的我妈怕会坐牢 只好松口 让我继续读书 我这才得以顺利地读完高中上了大学 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 多年后 我妈居然还给那时整了个序 嫂子实在对不起 为了证据充分 小云又找了几张截图出来 这些分别是我妈认为我和我学长 我和我客户 我和我们邻居 我和马路上擦肩过的男人有一腿 逼我拿彩礼给他的记录 过分的是 起步价都是三百万起 听到小云这么说 师兄老婆的神情不停变换 看着小云 眼里满是同情 看来我不能这样被动了 我要开始反击 好样的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嫂子 麻烦你帮我化个妆 越憔悴越好 我打算先从我舅舅家开始 我妈这个人 这辈子都是为别人活的 之前是为了我舅舅 后来是为了我弟弟 从福地磨到福子磨 我舅舅现在也依旧是我弟之外 他心里最重要的人 就在去年 我妈还逼我拿了五十万 赞助我舅舅买车 我打算去把钱要回来 想试一妆 化妆我最在行了 谢谢嫂子 后面小云直接去了舅舅家 小云咬在嘴里血泡 将一口血喷在舅舅身上 舅妈一脸惊恐地看着小云 小云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要吓舅妈 舅妈 我 我快不行了 小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诊断书 给舅妈递了过去 我又不是医生 病了你就该去医院了 你来我家做什么 你瞧瞧 吐的这一地 真是晦气 舅妈 我病了 我 我是来要钱的 我现在快不行了 没钱治 我是来要你们去年借我的五十万 谁给你借钱了 那五十万是我姐姐给我的 你赶紧给我走 别死在我家里 被舅舅一家人赶出来 小云哭着往外走 热心的大妈大爷凑过来问 小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要不要紧呢 我得了重病 舅舅家欠我钱不还 还把我轰了出来 周围围观人群越来越多 接着一片骂声 走 我们一起去找你舅舅一家 帮你要个说法 算了 反正也治不好了 那钱就当我孝敬长辈吧 一群大妈大爷们口沫横飞地 替小云打抱不平 小云回到了公司后 就将事情告诉了莉莉 莉莉看着小丽狼狈的样子 哭笑不得 这血浆包 诊断证明都是浩宇媳妇弄的 你能确定这个方法管用吗 我确定今天晚上以后 我舅舅一家将臭名远扬 而我妈也会很快知道 我病得快死的消息 那张诊断书 被我故意留在了我舅舅家 我太了解我妈了 只要她知道我快死了 并会将我当成烫手山芋 扔得越远越好 也不会再打拔我换彩礼的主意了 毕竟我一个将死之人 白送都没人要 在我家乡那种城市 王浩宇的家庭背景 其实并不简单 只是她向来低调 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 她和她老婆既是门当户对 又是青梅竹马 我妈整的这一出 她怕的不是我妈 怕的是她老婆信了我妈的话 现在她老婆那边危机解除 但凡我妈敢再冒犯 她有的是手段收拾她 而我其实根本无需刻意地去做什么 要我不给她们钱 她们自己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结果没多久 母亲等了很久 没等到浩宇转账 果然去报警了 小云 你妈居然真的去报警 说我非理你 什么 叔叔同志要证据 你母亲自然没有 可你母亲不依不饶 再让叔叔来抓我 只可惜 警局不是她胡讲蛮缠的地方 在叔叔同志劝说无果后 直接告诉她在胡闹 就拘留她 你母亲直接在警局上演了撞墙寻死 撕女警衣服 还在男警面前脱衣服等等极端行为 逼迫叔叔同志去抓人 直到被强制靠住 她还在乱骂叔叔包庇我 但这么一闹 就惊动了我的领导 领导本着对老百姓尽知尽责的理念 命人找我问话 我一气之下 就一边配合叔叔同志询问 一边通知律师 告你妈勒索和诽谤 哎 不得不说 你母亲也是个人才 眼见事态不受她控制 就怕了 于是开始装风卖傻 纵使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这时候也不得不佩服 随便你怎么处置她吧 我现在已经跟她没有关系了 既然这样 那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我今天怎么都要进账一笔 王浩宇和叔叔同志 一唱一唱 阿姨 你这是不是有精神病了 上次去我家闹 现在又来警局了 不行 得通知家属 如果属实就得强制治疗 至于这鉴定病情的费用 以及污蔑无辜人士的责任 就用阿姨的监护人张小马来承担 好 那我现在就通知张小马 你们凭什么找我儿子 我儿子还小呢 她啥也不懂 要找你们找我女儿去 让她来 你女儿得了重病 都自顾不暇了 我找她有用吗 母亲听到浩宇这么说 当场就哑然了 她看过女儿的诊断书 得知女儿确实得了不治之症 这时母亲抓不到女儿 替她填坑 又舍不得儿子 只好认怂 哎呀 叔叔同志 小王 都是阿姨一时糊涂 你们就放我走吧 这里可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诬告他人拒留15天 并配偿王浩宇6万元 浩宇回到家后 马上联系了小云 小云 事情已经搞定了 不过我看你那弟弟是在作死啊 我弟他又怎么了 你弟开了辆宝马 过来交的罚金 我将车牌号拍了下来 发给朋友查了 发现这车已经在你弟的名下 刚过的户 我弟就一个无业游民 我妈手里最多也就20多万 我妈这几年 从我手里前前后后 要走了近300万元 这300万让他们也花得差不多了 全款买了一套房和装修家电 加上我弟之前买了辆车 还有我舅舅家的 他们现在基本负担不起这么好的车了 谢谢师兄给你添麻烦了 不用跟我客气 这是你也是身不由己 三个月后 公司业务越来越好 小云和莉莉就都买了新房 看吧 我就说 你只要离你妈远点 你的好日子就会来的 就在小云和莉莉春风得意的时候 母亲又出了幺蛾子 什么 你妈居然说了别人50万订金把你卖了 是啊 这个我也才知道 我弟弟买的那辆二手宝马 竟然是借的钱买的 跑车开起来爽 但利息飙升的数字看着更爽 没几个月就滚到了一百多万 我弟自然没钱 还拆东墙补西墙 几个月后 跑债人上了门 我妈这才知道 我弟居然造下这么大一个坑 眼见着房和车不保 借钱又借不到 我妈着急了 又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 可你妈不是知道你生重病了吗 我生了重病有什么关系 正常人不要 不正常的人要啊 也不知道我妈在哪找的野鹿子 一个刚家里拆迁有点钱的 但得了癌症的老光棍 想要娶我冲喜生子 说是先给50万订金 结婚当天再给20万 等我怀孕了再给30万 我妈还跟那人拍胸脯 保证一个月内 她绑也要把我绑过去结婚 如今她现在正满世界找我了 还去报警 说我得了绝症 生死不知 她担心我 她是你妈妈 世上居然会有这样的母亲 我也不知道是金 还是气得整个人抖得站不住脚 真不愧是我妈 我真打的是好主意啊 老光棍是有钱 可是死后 她的钱就是我的了 而我也命不久矣 四手五入 最后老光棍的钱 以后就都是我妈的钱了 这如一算盘打得可真好啊 这一瞬间 我心里的最后一根关于亲情的弦 彻底崩断了 在今天之前 我还想着我只要不给他们钱 就是最大的报复 坏人自有天收 可说此时此刻 深藏在我心底里多年的恨 突然喷涌而出 我很想问问我妈 是不是是个女儿就食恶不赦 一人一等 不用把我当人看了 儿子身上多一堆肉 真就那么金贵吗 可她的儿子金贵 她自己宝贝就好了 凭什么拿我给她填坑 她生我养我一场 我已经还了她三百万 我欠她的 我还得干干净净 她却要炸倒我最后的血肉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能让她知道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 占便宜没够的事 于是我找到王浩 与师兄帮忙 让她动用家里的关系 让叔叔同志 在核实我安全无恙后 阿姨你好 我们已经核实过了 张晓云女士没有失踪 人是安全的 至于她为什么不跟你联系 这个需要你自己 跟她多沟通沟通 你身为母亲 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女儿 我是她母亲 我有权利 知道我女儿的下落 我女儿 现在到底在哪里 抱歉 她是守法公民 在她安全未被胁迫的情况下 就算是警察 也不能平白调查她 更不能擅自 将她的行踪告诉别人 哪怕你是她的母亲 有了被拘留的教训 母亲也不敢再撒野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小云 你妈的钱已经被还了债 一个月内她交不了人 那个老光棍 肯定不会放过她 老光棍之前 可是当地出了名的混子 得了病后 更是愤世嫉俗 恨天怨的 这种性格的人 怎么可能是你妈能对付得了呢 你得想个自保的办法 小云想了想 就给舅妈打去了电话 要论贪恋心黑 舅妈远在母亲之上 而舅舅又是七管炎 可以说 这些年舅舅那边的幺蛾子 基本上都是舅妈指挥 舅妈 我妈找了个对象 收了五十万彩礼 嫁过去后 还能再收到五十万 张小云 你在说什么 这大白天的 你做什么白日梦 就你妈那个样子 还五十万彩礼 五十块都没人要她 舅妈 没想到 我妈连你都瞒着 真没想到 我妈为了我弟 居然连你们都防着 往日她对你们多好啊 我妈防着我就算了 你跟我舅舅 那可是她的娘家人 小云说完 就直接挂了电话 随后对莉莉说道 在我妈心里 她弟和她儿子 都是她的命根子 可我现在就要让她看看 她最在乎的这两个男人 是怎么把她 拖进万丈深渊的 小云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 说来话长 我弟有个朋友 是浩宇师兄老婆的拐脚亲 浩宇老婆让那拐脚亲送了只宠物狗给我弟 又以养狗的人家 都会安装监控为由 送了我弟一个监控 那些朋友的动态 不是逗狗的 就是养猫 我弟虽然对狗猫不感兴趣 但朋友们都有的东西 他都来者不拒 于是 在那朋友的操作下 我的手机连上了家里的监控 监控设备不但高清 录音还很清晰 你要不要看看 看 当然要看了 小云调出监控画面 里面出现了母亲和弟弟叫嚣的声音 那个臭女人到底跑哪去了 就剩半个月了 我如果没钱还 他们会剁了我的手的 宝贝儿子 别慌别慌 我就不信那臭丫头能躲上天去 回头我就找那老头商量 让他先借五十万给你还债 你也先忍忍 等到老头走了 他的钱就是你的了 妈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淡定淡定 天哪 我还真的第一次知道 他们母子竟然这么天真 是啊 那个老光棍在我妈面前 一副财大气粗 身价几千万的样子 实际上拆迁款不到百万 到处胡吃海喝 加上治病 加上给我妈五十万 到现在 顶破天也就十万左右 说什么结婚后 再给二十万三十万的 那根本就是套路我妈的 就是说 老单身汉和你妈妈是同一类人 你妈妈盯着他的钱 他想欺骗你妈妈的女儿 彼此都觉得彼此很容易算计 就在这时 监控中突然出现了 舅舅和舅妈的身影 原来舅舅舅妈当晚就去了娘家 舅妈进门就笑着的 姐 你这气色看起来可比前些天好 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了 那门亲事 我看着就很好 丽妹 你都知道了 能不知道吗 你是真不拿我当娘家人了 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 这不是那臭丫头 还没找到吗 我寻思 等找到了她 日子定下来 再通知你们 姐 你要嫁人 找那个病秧子干啥 平时也没见你 把她当回事了 这回装给谁看 那臭丫头把我搞猛了 这咋回事 不是说你要嫁人吗 还收了五十万订金 谁说是我呀 是那臭丫头 于是 母亲就将把女儿 卖给那老光棍的事 说了一遍 要不这样 我哪有钱给债主还债呀 我的命好苦啊 一个小时候 舅舅舅妈一回到家 就急忙给小云打了电话 你个臭丫头 你不是说你妈要嫁人吗 怎么你妈却说的是 对了 那个小云 你身体还好吗 啥时候回来呀 我妈说啥了 她是不是说不是她嫁 我妈就是为了我弟 真是连你们都防着了 我家就我和她两个女人 不是她难道是我吗 我都快死了 谁要一个病人呀 就我现在这样 我妈敢把我嫁给谁 谁会去做这个冤大头 拿一百万 找个快死的人呢 下一秒 手机里传来 舅妈对舅舅咆哮的声音 你姐是拿咱俩当二百五吗 这个病样样 五十块都没人要吧 还先给五十万 后给五十万 这话谁信呢 小云再次叮嘱了舅妈 不要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母亲 就满意地挂了电话 一周后 王浩宇打来了电话 小云 老光棍家那边已经安排妥当了 你就坐等看好戏吧 师兄 还是你厉害 就这样 转眼时间 就到了母亲和老光棍约定的最后期限 这期间的老光棍一再催促你妈妈叫人 并威胁最后期限还看不到你 他就让你弟好看 这老光棍也并不傻呀 知道我妈的七寸是我弟 是啊 你妈现在急得上蹿下跳 奈何就是找不到你 急也没用 好些还在后头呢 小云打开家里的监控 姐 这是你弟妹给你炖的人参鸽子汤 赶紧趁热喝 好好补补 哎呀 我真是个苦命的人 还是你好 不像我那个臭丫头 就是个白眼狼 提她干嘛呢 是啊 妈 你快点喝吧 儿子 你先喝吧 给你喝的你就喝 我不喝 好好好 我喝 我喝就是了 那一碗汤 在母亲满脸的幸福中 浸了她的肚子 喝完她抬起头 就见弟弟弟妹 还有儿子都看着她 笑得一脸古怪 你 你们 哎呀 话一未落 母亲就晕倒在地 舅妈便掏出手机打电话 搞定了 你们进来吧 几分钟后 进来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直接进屋 把母亲扛起就走 看着监控 小云不禁感叹 纵然我心中有恨 也忍不住悲凉啊 也不知我妈醒来后 发现被自己被看中的亲弟弟和亲儿子算计 她会是什么心情 这一切都是她舅油自取 我太清楚 我舅舅舅妈的为人了 他们近年来在我妈身上捞不到油水 而心中有怨 所以我故意告诉舅妈 我妈要嫁人 收的彩礼还挺高 以示我妈正为了我弟那笔巨款 跟我舅舅张口借钱 听了这个消息 我舅舅和舅妈立刻怒了 找了有钱男人 一入账就是五十万 还跟他们借钱 他们觉得 我妈分明是想把之前给他们的钱都要回去 舅舅舅妈当晚就去找我妈 谁知我妈却识口否认 是她自己要嫁 面对我妈的说辞 她将信将疑 所以舅妈遵守了她对我的承诺 没有把我的手机号告诉我妈 而我就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们 就我这样 病得快死个人了 根本瞒不过任何人 哪有人会再看了我这副垂死模样 婚后还肯给五十万呢 我绕这么大一圈子 是因为我太了解他们的品信 如果我一上来就告诉他们 我卖要卖的人是我 那么我后面所有的话 他们都会认定我是别有用心 所以我只能先骗一骗他们 再等他们自己去慢慢了解 而我只需要在这个过程中 让他们意识到 那我这个计划其实很不靠谱 他们为了钱 必定会想着怎么才能更周全 而这个时候 老光棍那两个侄子 就会在王浩宇师兄的安排下出场 那两侄子本来还美滋滋的 等着老光棍死后继承他的遗产 谁知道这老光棍居然还想要娶妻生子 真要是让他结婚有老婆孩子了 他死后 他的财产还有他们什么事 所以浩宇师兄安排了接近他们的人 只稍微一挑拨 他们就决定破坏掉这门亲事 但浩宇师兄的人告诉他们 没了我还有别人 所以与其整天费心思阻止老光棍结婚 不如给他找个年纪相当不能生孩子的 甭管老光棍乐意不乐意 只要生米煮成熟饭 他不乐意也得乐意 这一番指点 让那两个侄子顿时醍醐灌顶 于是两人就来找我 一番互相试探后 双方一拍即合 两个侄子出八万 让我就帮忙把新娘子变成我妈 如此一来 我就有钱拿 那两侄子不用担心有人跟他们抢遗产 而我弟则不用担心交不出人 老光棍来要回钱 一剑三雕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 我妈直接迷晕 而老光棍那边那俩侄子 只说怕女孩子不乐意 所以让她一切从简 直接关灯进屋 把生米煮成熟饭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 我预想过 亲手设计自己的妈进火坑 做得太狠心 可我听到监控中 我妈却一遍一遍地跟我弟计划着 怎么喝我的血 吃我的肉 我就觉得 我很心就很心吧 小云 你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而已 你也只是把他给你挖的坑 还给他而已 其实我虽然恨我这个妈 但是我更恨我弟 我妈如此设计压榨我 都是为了他 而我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 我妈从我身上压榨来的钱 毫无感恩 还贪得无厌 只嫌不够 发展到最后 她变成直接指挥命令 我妈来找我要 所以我不会放过她 但对付她就简单多了 母亲前脚被带走 崔债的人后脚就上门了 买车的那笔债 已经滚一滚到二百多万了 崔债的人拿出文件 要直接收房 张小马跪地哀求 痛哭流涕 大哥大哥 我马上就要有钱了 求求你们 再宽限我一个星期 行 那你把这几份文件签完 张小马一看文件 马上大叫起来 什么 一周后不还完 车和房子都归你们 你们怎么不去抢啊 我这房子就快二百万了 车子也六十万 我只是借了你们六十而已啊 她话没说完 就挨了狠狠的一个耳光 欠钱不还 嘴还挺硬啊 不为了赚你这点利息 谁借钱给你啊 你当老子是慈善家 要么现在还钱 要么借你两条腿 你自己选 好好 我签 我现在就签 第二天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老光棍 和妈妈扭打在一起 这时 舅舅舅妈出来 配合那俩侄子唱双簧了 我妈看到舅舅舅妈 顿时想起的那碗 让她感到幸福的人生鸽子汤 是你 是你害我 你在汤里放了什么 那可不是我的主意 那是你亲儿子亲自去买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儿子那么乖 那么孝顺 他怎么能 你不信就自己看 舅妈调出手机里偷拍的视频 里面清清楚楚地拍着儿子 跟舅舅商量 怎么给妈妈下药 母亲身子一晃 差点跌坐在地 她瞪大了眼 看着舅舅 满眼都是不敢自信 没过多久 要债的又来了 就这样 我弟弟的车没了 房子也没了 小云 他们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这个时候不会心软吧 你放心 我是不会心软的 他们现在所得到的下场 是他们之前作孽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怪不得别人 对于我妈 在法律上我对她有赡养责任 所以以后 我会每个月给她打生活费 等她失去生活能力 我会送她进养老院 你们支持小云的做法吗 当我结婚时 婆婆竟然嫌弃 我家是养牛的 不但提出要婚前财产公正 还说结婚后所有开支 必须约制 可她不知道的是 我家里养了二十万头牛 我知道我儿子很优秀 但是山鸡哪能配得上凤凰呢 我和昊与他爸可都是事业编 以后光退休工资 我们俩每个月就有好几千呢 双职工这样的家庭 说出去 一般人羡慕的眼睛都要红了吧 我们儿子要相貌有相貌 要人品有人品 有多少姑娘哭喊着 都要嫁给他 他都不要 哎 谁让我儿子不争气 非要找你这个养牛的 我也实在拗不过他 但是想进我家的门 有几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阿姨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其实我的要求不多 也就三点 第一 你们必须婚前财产公正 我家可是给浩宇 在市中心买了房子的 一百八十平的大套间 光首付就要一百多万 这可是我们两口子 一辈子的积蓄 我绝对不能便宜了外人的 婷婷点了点头 就一套房子而已 表示让她继续说 第二 就是你们婚后必须A制 阿姨 你说什么 结婚后还A制 那还结什么婚呢 这要求不合理吧 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我们家浩宇赚多少钱一个月 你赚多少钱一个月呢 听说你还有个哥哥 你哥哥还生了三个孩子 你要是到时候 把浩宇辛辛苦苦赚的钱 搬到娘家 去了怎么办 我都算过了 浩宇工资一个月有两万五了 房贷公积金就能付不少 也就是她净收入足足还能付予两万一个月呢 我儿子说你家是养牛的 虽然不知道你养牛赚多少钱 但是你休想用我儿子的钱 这些钱我得给他攒着 给以后的孙子娶媳妇用 听到浩宇母亲这样说 婷婷想起哥哥的别墅和游艇 还有那些名下记不清的房产 小丽心想 A9A吧 大不了以后多给浩宇点零化钱 婷婷点了点头 浩宇的母亲见她答应了 继续说道 你们得签个协议 以后各自赚钱各自花 不能算夫妻共同财产 万一以后没在一起了 浩宇赚的钱 她自己都得拿走 安姨 这不符合常理吧 你养牛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们家浩宇费了那么老大的劲 才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 可不是为了给你们家扶贫的 婷婷她也不知道 自己一个月赚多少钱 家里的钱 都由专业经纪人负责的 既然你一定要分这么清楚 那就听你的吧 还有第三点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结婚以后 我得跟儿子一起住 婷婷想起了 自己空荡荡的十几间卧室 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行 这个没问题 就在这时 浩宇走了进来 婷婷 你们聊什么呀 这么开心 我和你妈妈 在聊结婚条件呢 你妈妈说了 要财产公正 结婚后还要A制 自己赚钱自己花 不能混在一起 浩宇听了脸色一遍 儿子 我这已经退了一步了 这几个条件是我的底线 而且你女朋友 刚才都答应了 你还甩脸 妈 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啊 浩宇是知道婷婷家的情况 婷婷也现在才发现 浩宇居然什么 也没有和家里说 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 婷婷主动拿出 带来的礼物 阿姨 这是人参盒虫草 送给你和叔叔补身体的 浩宇母亲 打开了包装盒以后 马上捂着嘴 惊讶地叫了一声 天啊 这假人参做得 和真人参一模一样啊 阿姨 这是野山参 哈哈 笑死人了 你是哪个旅游景点买的吧 这个头 这品项也太假了吧 要是真的野山参的话 恐怕几百万都买不到的吧 这是婷婷哥哥之前 花了三百多万买的 婷婷是特意挑了个 最好的拿来 送给浩宇父母的 可是她没想到 浩宇母亲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婷婷 你把东西收回去吧 我爸妈还年轻 暂时不需要这些 对呀对呀 你赶紧拿走 等一下 不要吃出问题来了 也不知道 哪里买的便宜货 假的这么离谱 行吧 你年纪大 你说的都对 三个人正沉默的时候 门铃忽然响了起来 浩宇母亲眼睛一亮 立即去开门 是小云了 你人来了就好了 怎么还带礼物啊 你买的这么多水果 很贵吧 得三百块钱一篮吧 这刘过学的人就是不一样 出手就是大方上档次 来 婷婷 阿姨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刘晓云 她是领导的女儿 她可是和浩宇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 我们以前还一直开玩笑 说给他们订娃娃亲来着呢 眼前的女孩个子高挑 皮肤白皙 看着还是有几分姿色眼 女孩子看到浩宇 眼睛一亮 浩宇哥哥 你回家了 怎么都没来找人家呀 是应该去找你的 早就想介绍婷婷给你认识的 这是刘晓云 我初中同学 这是我老婆张婷婷 你们还没有结婚吗 刘晓云盯着婷婷沙发上的包包 张婷婷 你这包是假的吧 什么 婷婷 你竟然还买假包啊 年轻女孩子 就不要这么虚荣了吧 买不起真的也不至于买个假的呀 那些什么名牌和奢侈品 没那个实力 就不要买呀 婷婷 你说你养牛的 能赚几个钱 一个月背个上万块钱的包 人家也不会相信 浩宇看了晓云的脸色 直接打断了母亲的话 妈 这都十二点了 该吃饭了 婷婷想到浩宇往日的体贴 叹了口气 心想还是给她一个面子吧 看到浩宇父亲烧菜的手艺不错 婷婷刚举起筷子要吃饭 浩宇母亲又发话了 婷婷 你会做饭吗 阿姨 我不会做饭 你不会做饭 那以后一日三餐怎么办 总不能天天吃外卖吧 婷婷刚想说家里有阿姨 刘晓云就说话了 真羡慕婷婷姐呀 能找到浩宇哥哥这么好的男朋友 不像我至今都是单身 那还不是因为你单纯了 不像其他女孩子 你这孩子就是实在呀 浩宇母亲一脸遗憾地看着小云 浩宇紧张地看着婷婷的表情 赶在她张嘴之前抢先开了口 小云 你大学的时候是不是怀孕了 你那个初恋呢 后来怎么没在一起啊 浩宇哥哥 你为什么这么误会我 我不活了 我是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 你到底是听谁胡说的 听你初恋说的呀 你去医院手术费还是她问我借的呢 四千块钱到现在都还没有还给我呢 我表姐是护士 当时你的病房还是她给安排的 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刘晓云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有气无力地说 我不舒服 我先回去了 说完 小云就直接走了 浩宇母亲不高兴地对浩宇说的 儿子 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啊 妈 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 我就是说话太直 您别介意 婷婷兴兴志勃勃地看着 果然 所有的婆媳问题 最终原因其实都是夫妻问题 只要有个愿意挺在你前面的老公 你就不会和婆婆吵架 因为她会把你该吵的都完了 婷婷 咱们刚才聊的事情还作数吧 吃完饭你就去和浩宇 去把那些婚前协议给公正了 这种事情还是白纸黑字 写下来的比较好啊 可以 我答应的事情肯定作数 希望阿姨你到时候别反悔了 我反悔不可能的 婷婷 你现在就多吃点吧 以后你和浩宇就AA制了 你可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菜了 婚礼的事情呢 浩宇也和我商量过了 我们这边的规矩 是要生了儿子才能举办婚礼的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这什么时候有这些规矩了 现在的小姑娘都开放得很 谁知道以前的生活什么样 不会下蛋的鸡 我们家可是不要的 阿姨 你说得对 像刚才那个刘晓云那样的可不行 太开放了 至于婚礼 我们女方家可以先办 先说好 那种山沟沟里的婚礼 我可不去参加 你们老家那边 不会还是露天的厕所吧 哎呦喂 那简直是太吓人了 你们要办自己办吧 但是领完证 浩宇必须和我们住一起 婷婷强忍着 吃完饭 浩宇妈妈便急不可耐地 催他们去公正住 签完协议 婷婷和浩宇 就打算一起搬到新房子住 当时婷婷和浩宇在一起以后 就在她买了房子的小区 买了一栋别墅 搬家的那天 浩宇的母亲比婷婷他们还要积极 婷婷 咱先说好了 这房子的首付可是我付的 主卧必须留给我 等会儿搬的是婷婷的别墅 但是婷婷和浩宇都没有提这件事 车子没多长时间就到了小区 并停在了最大的一套别墅 这别墅真好 我听人说装修就得花上千万了呀 这房子装修确实是不错 是我喜欢的风格 浩宇母亲见婷婷沿着台阶 一直往别墅门口走 婷婷 你小心一点 要是不小心碰坏了人家门口的东西 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看到那条门没有 这条门都要好几十万了呀 行了行了 别看了 这种东西不是你羡慕的来的 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命 婷婷塌了口气 掏出钥匙 阿姨 有没有人说过你真的很吵啊 这是我买的房子 你们俩的主卧在二楼最南边的那间 婷婷边说边走 结果身后却迟迟没有人跟上 人呢 你们怎么不过来呀 站着干什么呢 浩宇母亲一拍大腿说的 哎呀 婷婷 你是不是在这房子里当保姆啊 保姆和厨师 今天下午会到的 婷婷 这房子真的是你的吗 你不是说你家是养牛的吗 养什么牛能买别墅啊 那牛是金子做的吧 浩宇没有告诉你吗 我家有二十万头牛 什么 二十万头牛 那一头牛是不是要上万元了 二十万头是不是上亿啊 随后 一家人进了别墅 浩宇妈妈笑得如沐春风 婷婷 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觉得你不一般 这长相 这气质 绝不是普通人家可以养出来的呀 我们家浩宇可真有眼光啊 找了你这么一个媳妇啊 阿姨 你客气了 还叫什么阿姨啊 现在得叫妈了呀 阿姨 婚礼仪式什么都还没有办过呢 怎么能随便喊妈呢 婷婷说完 就拉着浩宇上楼了 只留下浩宇父母刘姥姥大官员一样 在楼下晃大 婷婷就是不想看到浩宇母亲 才上来避一避而已 老婆 你可千万别心软啊 我现在总算了解我妈了 给点阳光她就灿烂 你一定要严格按照咱们婚前的约定来 不然她知道你这么有钱 七大姑八大姨 天天来家里炫耀 有我们受的呀 两个人在主卧待了一会 下楼发现浩宇母亲 果然在疯狂地打电话 呼朋唤友 叫人来家里玩 大姐 哎 是是是 浩宇买了别墅 你们记得全家都来玩了 来家里吃饭 哎 不辛苦不辛苦 有保姆 对了 还有厨师 厨师会做饭 看着正在打电话浩宇的母亲 她好像已经忘记了这房子 和他们家一分钱关系也没有 看到婷婷下楼 浩宇母亲喜滋滋地凑了上来 婷婷啊 搬新房子可是大事啊 我们那边规矩是要请客办酒席的 到时候叫大家都来暖暖房子 沾沾人气啊 阿姨 不好意思 我这里没有这样的规矩 浩宇母亲刚要说话 负责家里卫生的阿姨来了 浩宇母亲马上抬起了下巴 你要好好干 以后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但是也不要偷奸耍华 手脚都要给我放干净点 不要看着我们人好就偷懒 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 别想着糊弄我 陈阿姨 你去忙吧 婷婷早就和他们交代过了 以后只负责她和浩宇的生活 浩宇的父母的房间 让他们自己收拾 退下吧 以后有点眼力见 心里得有活呀 为了庆祝第一天入住 婷婷让陈阿姨准备各种海鲜 满满当当地摆了一大桌 浩宇母亲吃得满嘴流油 吃完还不忘点评 这鱼不行 烧得有点老了 不过这螃蟹还是可以的 还挺新鲜的 明天再买一只吧 这牛太肥了 吃着有点腻 我不太喜欢 下次就别买了 都吃完了 那咱们把账结一下吧 什么账什么账啊 阿姨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咱们不是都签好婚前协议了吗 生活开支 A至你没有忘吧 刚刚那顿饭 一共花了一万多零头就算了 那就当一万元整吧 吃饭是咱们四个人吃的 你们家三个人要付七千五百元 你是现在转账呢 还是记账呢 看在牛仔的面子上 咱们可以按月结账的 什么 你抢钱了呀 天底下有你这种女人 买吃的给公婆 居然还要收钱 而媳妇孝敬公婆 那是天经地义的呀 妈 咱们婚礼都没有办过 改口费都没有给过 虽然法律上我们已经领证了 但是习俗上还没有呢 况且咱们都签了协议的 我可不想被人说吃软饭 爸妈你们放心 我养得起你们的 这是真要的A质吗 一顿饭要吃掉我们家一个月的工资 你这是要了我们的命啊 阿姨 你这话说的 你们可以不吃啊 我又没有逼着你们吃 你看见没有 南侧那边还有一个小厨房的 你们可以用那个厨房啊 你们要是愿意出钱 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吃 要是不愿意出钱 咱们以后就各吃各的 我吃点亏 燃气费水电费 就不问你们收了 怎么还有燃气费水电费啊 这话说的 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们生活在这里 当然要给钱的 这可是你说的白纸黑字写着呢 不给钱也行 你们可以回自己房子里住 我记得你们买的房子 就在那边的高层吧 离这里也不算远 走路就十来分钟的事情 不行不行 我们要住别墅 婷婷给他们留的卧室是套房 衣帽间 客厅 花园 卫室 阳台都有 光是卧室的面积 就快改上他们家那套房子了 行吧 还有这水果 阿姨你刚吃掉了五百块钱 浩宇你把账记一下 月底一起结好了 五百块钱 你的葡萄是金子做的吗 那么贵 这是进口的秦王 四百元一斤 陈阿姨一共就买了两斤 你一个人就吃掉了一半多 老天爷啊 有钱也不是这么霍霍的呀 这哪是吃水果 这孙明就是吃钱了 不行不行 你不能这么浪费钱 这些钱以后都是我大孙子的 你不能这么胡乱花呀 你会不会管得太多了 我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看到浩宇脸色难看 他母亲终于闭上了嘴 第二天一大早 婷婷就被楼下喧哗的声音吵醒了下来 看到几个陌生人 一个小男孩正穿着鞋 站在沙发上的玩耍着 沙发上全是黑色的脚印 还落了不少的泥巴 陈阿姨正站在一旁劝说 但她的话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 来 陈阿姨去吧 挑最贵的了 反正见浩宇的账上 婷婷的到来让所有人都安静了 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婷婷看着还站在沙发上的小男孩 皱了皱眉头说道 你给我下来 旁边的大妈 估计是小孩的外婆瞪了婷婷一眼 小凤啊 这就是你的儿媳妇呀 这也太没有规矩了吧 这要是在我们农村当婆婆的 一个大瓜子就上去了 你孙子站在那沙发八十六万 玩坏了记得赔钱就行 就在这时 浩宇也走了下来 看到这场景愣住了 大姨 外婆 你们怎么全都来了 阿姨 我们的协议你还记得吧 需要我当众宣布一下吗 阿姨 浩宇 你怎么找的媳妇 领证了咋还不改口呢 一点规矩都没有 外婆你逗我干什么 是我妈自己不认这个儿媳妇的 没婚礼没仪式 人家也不算过门 而且这房子是 婷婷自己的婚前财产 和我们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都不知道 我妈自作主张干什么 浩宇母亲 听完脸色涨的通红 她看向了浩宇 我怎么了 担心房子 就不能让人来参观了吗 阿姨 你真有点搞笑 带人参观 你带人去你家参观了 来参观我买的房子 干什么呢 这房子 跟你们家有一毛钱关系吗 外婆 大姨 你们走吧 我妈带错了 他们买的房子 在后面高层呢 这别墅是婷婷自己买的 和我们家没有关系 浩宇母亲 愤愤不平地 带着一大家子的亲戚走了 对不起啊 婷婷 给你添麻烦了 我会好好和我妈说的 这种事情 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你先去吃个饭吧 我把地毯送店里清洗 费用从我工资里扣 婷婷哭笑不得地 看了眼浩宇 你工资才多少啊 还动不动进你账上 我就是吓吓你爸妈 哪里真的会要你的钱 那怎么行啊 你得算钱 还得问他们多要点呢 你要是不和他们算钱 到时候你的那些燕窝补品 全部都被她拿走送人了 不只是那些 还有家里的摆件 你的化妆品 包包全部都留不下了 你不知道我妈 我外公外婆是农村的 家里养了四个女儿 没有儿子 村里人都看不起他们 我妈念了个大砖 分配了工作以后 她就特别爱回农村显摆 当初看不上你 也是因为你家条件差 她这人脸面比天大 如果能让她有面子 什么事情她都能做得出来 浩宇话音刚落 浩宇母亲就打来了电话 浩宇没有开免提 但是看她的脸色 婷婷就知道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婷婷 我妈说 我外婆她们中午 能不能来咱们家吃饭 菜就按照昨天那样做 菜前我妈恢复 你妈还真舍得呀 我都有点佩服你妈了 她们夫妻俩虽然是编制 但是到手工资 其实也不多 扣掉那些社保公积金什么的 估计两人 一年能挣个二三十万吧 既然舍得花一万块钱 请她家里人吃饭 真是没看出来 还挺大方的哈 既然她想当这个冤大头 那我也没理由拒绝她呀 饭点的时候 浩宇母亲果然带了一大帮人 又回来了 不过这次明显规矩多了 连那个小男孩也老实了 一行人惊叹 连连地看着别墅内的装饰和装修 饭桌上 浩宇母亲一脸自豪地说出 那些食材都值多少钱 果然引来了众人的惊叹 我的娘啊 这吃的哪里是饭呢 这是在吃金子吧 小凤 你们平常一日三餐就吃这个吗 这日子我做梦都不敢这样做呀 你要我说 咱们姐妹四人就数你最有出息 工作好 嫁得好 就连找个儿媳妇都那么厉害 吃完饭 浩宇母亲果然让他们 打包了一些水果和食材带走 动作那叫一个潇洒大方 恨不得把家里的都送给他们 饭吃了 东西拿走了 客人也走后 没想到浩宇母亲却不认账了 他们可都是浩宇的长辈 你们做晚辈的请家长吃顿饭 这是应该的呀 行吧 这账就记在了浩宇账上 到时候让她一起给我就行了 浩宇母亲点了点头 显然 她觉得婷婷就算真记上来 也不会问浩宇拿钱的 陈阿姨反应 厨房的补品少了很多 所有的东西都被动过 婷婷索性在厨房安了个指纹锁 这下浩宇母亲不乐意了 直接找到婷婷 要求她把上次见面送的人参找出来 婷婷 你上次送我的那个人参 我在家到处找 怎么都找不到 是不是你不小心拿走了 阿姨 你这么年轻就老年痴呆了 那人参是你自己不要的 你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那是假货 哎呀 我就是和你开玩笑的 你看你上门送礼 哪有往回收的道理呢 阿姨 我最后警告你 我屋里都装了监控 你再敢乱动东西 下次我就直接报警了 浩宇母亲仗红了脸 伸出手指了半天也没说出来话 应该是她舍不得别墅 毕竟真丝破脸 她也得被婷婷赶走 浩宇在公司忙一个大项目 每天加班到十点多才回家 而婷婷也趁此机会 将AA制执行了一个彻底 早上 婷婷吃早茶 浩宇父母吃面条 中午 婷婷吃大餐 浩宇父母还是吃面条 晚上 婷婷吃牛排 他们还是吃面条 浩宇母亲叹气说道 哎 家里的存款都给浩宇买房子了 我们夫妻这辈子省吃俭用 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儿子 好的都给了他 自己却要吃汤喝稀 都说养儿防老 到现在看看子女还是靠不住啊 见婷婷不作声 浩宇母亲把筷子摔得叮当响 阿姨 那套古词价值五千多 你用着不习惯 摔了也行 反正让你儿子赔 婷婷走后 浩宇母亲连忙掏出手机 给刘晓云打了个电话 让她来自己家玩 说浩宇喝醉了没人照顾 浩宇爸爸惊呆了 老太婆 你这是干什么 把刘晓云叫来这里是什么意思 这可是你儿媳妇的家呀 什么儿媳妇 人家喊你一声罢了吗 你懂个啥 你知道婷婷为什么嘚瑟吗 还不是你儿子天天护着他 等我把晓云叫过来 儿子如果和晓云好上了 我不信他还会这样护着他 你疯了吗 你这不是拆散人家吗 哪有当妈的给自己儿子找事情的 你像话吗 而且这件事贝儿媳妇知道了 咱们一家三口都得被撵出去 说你傻 你还真不聪明 邻居的事你得忘了吗 老李他媳妇之前那个趾高气昂 后来老李外头有人了 他媳妇为了挽留老李 又是减肥又是做饭 还去割了双眼皮 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这个女人啊 就不能惯着 你看婷婷那么嘚瑟 那都是咱儿子惯出来的 到时候如果她发现 儿子和晓云走得近 她着急的就来讨好咱们了 你们女人就是心眼多 反正不关我的事 我就当没看见 行了 你自己忙活吧 我上楼了 婷婷在监控里 看得津津有味 大晚上的 还给她安排了出 这么精彩的戏 半小时候 刘晓云就来了 一副精心打扮过的模样 小云啊 阿姨是看着你长大的 有话我就直说了呀 你对浩宇这么多年的心意 我都知道 那个婷婷我是不认的 我心里的儿媳妇 只有你一个 阿姨 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 浩宇哥哥都结婚了呀 结婚怎么了 现在离婚率这么高 他们又没有孩子 实话告诉你吧 浩宇早就后悔了 这不 她今年公司庆功宴 这个婷婷管都不管 我年纪大了 身体吃不消 浩宇等会儿喝醉了回家 还得托你照顾她 刘晓云不好意思地说道 阿姨 在这里会不会不太方便 浩宇母亲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确实不方便 等她回来了 咱们把她扶到那套房子去 进得很 就在这时 浩宇就亮亮呛呛地回来了 一副喝多了的模样 刘晓云 我没看错吧 你怎么在这呢 浩宇 你看你喝这么多酒 你媳妇爱干净 一身酒味回房间多不好啊 要不你去 咱们那套房子睡一晚吧 我去给你拿个毯子去 小云 你帮我照顾着点 我很快就回来了 浩宇哥哥 你还好吗 刘晓云上前 挽住了浩宇的胳膊 浩宇愣了一会 赶紧把刘晓云一把推开 浩宇瞬间酒都醒了 刘晓云 你干嘛 你怎么在这呀 谁叫你来的 我媳妇呢 是阿姨让我来照顾你的 你媳妇根本就不关心你 她现在应该自己睡得正香了吧 什么 是我妈让你来的 我看她是不是疯了 浩宇说完 就气冲冲地就往楼上走去 留下刘晓云一个人尴尬地站在客厅 浩宇冲到父母房间 大声吼道 你们给我走 你们现在就给我走 浩宇 你这是怎么了 大半夜的冲什么风啊 婷婷匆匆赶道 浩宇 好了 有什么事情明天早上再说吧 老婆 我要被气死了 不行 这件事情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就这样 浩宇把父母赶回了小高层 刘晓云当然也被一起赶走了 你们要是不想和我断关系 你就回那套房子里住吧 以后都别来这里了 回到房间后 婷婷把视频打开给浩宇看 当听到她母亲亲口说 让她和刘晓云好上 浩宇费都要启诈了 第二天一早 浩宇母亲打来电话 如果你们还想认我这个儿子 那就分开住 如果想再搬回来 我们就把房子卖了 换个城市生活 让你们再也找不到 老婆 你永远不要担心婆媳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要解决的事情 以前是我做的不好 以后不会了 还有 这是我的工资卡 里面有三十多万的存款 都交给你 就当替我爸妈给你的补偿吧 婷婷将头靠在浩宇的肩膀上 虽然她挣的钱不多 但是人好三观挣 最重要的是浩宇 对她是真心的 这个老公婷婷很满意 你们支持浩宇的做法吗